I'm lonely, lonely in my life 我昨天又說到好幾個就是 要搞公益騷子幫他宣傳 我問你一個事情 你知不知道我到底是男生是女生 你也不知道其實是不是 我之前不是跟你說過嗎 你之前跟我出去說的 但是你試試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說到過你某種的生命 不是,那你現在跟我住一起啊 你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男是女是嗎 這是什麼讓你懷疑說我不是女生 之前自己說過啊 除了那個聲明之外呢 就是有沒有讓你懷疑我在日常中 我有一些表現覺得我是男生 沒有啊 沒有啊 為什麼聲音很虛 就是即便可以住一起 你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男是女是不是 我還怎麼說啊 我還好說 我還好說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你覺得我不化妝的時候很像男人 不是啊 那我不化妝像女人嗎 不是啊 跟化不化妝有一個就沒關係啊 我們今天有點慢呢 今天太好看了 對,因為我今天化妝了 因為我今天下午出門追腳 我知道我就化了個妝 這個應該不算是 這個 你們到底有沒有 插件啊 真的是有普爾茶 我回來的只有一個味道 但是沒有什麼茶 茶多芬 這個外套我 這個羽絨服我99塊錢賣的 我本來是準備回東北穿的 但是好像穿不著了 東北的穿零度 然後零度穿這個倒是正好 要不回東北穿這個 也不是不行 好像也可以 但是我想穿這個大被子回去 因為我買了另外一個大被子 回東北穿的 也是99塊錢賣 我看 陶老師偷我活 是嗎 看一看 陶老師現在叫什麼 對 長春現在零度 你敢相信 長春每年這個時候是零下20度 今年是零度 你敢信 今天我下午去出門 我就穿的很薄很薄 跟我春天穿的差不多 但是晚上回來還是挺冷的 它只是下午太陽那會兒真的很熱 現在叫一坨桃桃桃 是嗎 不知道他叫啥 嗯 根本就不叫這個 他現在叫什麼 陶老師現在叫什麼 椅子是嗎 他哪有視頻啊 王德峰歐麗娟 流魚 其實不錯 說實話 他這些批判的工作 還是有價值的 只不過是批的不好 他老屁歪 要我聽一聽 給他 給他那個 對 支支招 他老屁歪 主要是 對 大家好啊 因為他批總是用那一套 就是白左畫樹批 什麼福克德勒姿之類的 導致他會批完 導致他會批完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我準備做的一個新型的欄 叫做知識學的reaction 他應該看過很多片上 用音樂的reaction 那麼我也 以來做的reaction 然後我就說 咱自己去的 知識的reaction 就是實際上 我看一個新型的反應 然後 以及我對於這些事情 看法的 那麼嚴肅力上來講 剛才我講的是 一個樂的角度 就是魔法幫助音樂的語言 但是嚴肅力上講的 我之前不是講關於 意識音態學之類的東西 那麼實際上也是 從我的一個角度 教大家怎麼去看這個視頻 就是視頻裡面的語言 是一種修辭 教大家怎麼看 好大的口氣 我都沒教過 他的畫面語也好 都是一種修辭 我們實際上 可以從這樣 我都說個人觀點 個人觀點 好大的口氣 教大家看視頻 背後 我們應該轉而看到 他說這麼多 他用這種方法說這麼多 他實際上想說的是什麼 或者說 他這個視頻 按照他的修辭下來 會達成一個怎樣的效果 他會給你的觀念 傳達一個怎樣的效果 我們再以此去觀察 這背後就是 反映出來的問題 好吧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個視頻 我們就來看看我們這個 這個附帶的王老師 大家很多人應該看過他的 比較好的一些視頻 對吧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他關於這個 談談為什麼要相信命運 我們來一起看一下 你不相信命運 你以為富貴也是你爭取而來 還耳語成神聰風也是你爭取而來 你一個理想的妻子 或者理想的丈夫 也是你爭取而來的 那你在這一生 有多少事情 他也就好像說 貧賢不能異 貴賢不能異 貴賢不能異 貧賢不能異 你的本身之相沒改變 你在富貴之中 你沒有來的 沒有來的 所以 富貴貧賢 貴賢 貴賢不能異給我們人生 幸福 貧賢不能異給我們人生出口 但有這個人 當初貧賢的罪還活得萬好 富貴人的事情大 這裡啊 這個話呢 不是不能說 但是問你這個話從誰嘴裡說出來 我這邊的信息不準確啊 不能說我造謠啊 我是聽到一些內部人士說 王老師給人家公司高管做的講座 一場講座下來可能得拿個幾萬甚至上幾十萬 就是王老師這樣的一個 比較舒適的 比較富貴的一個生活的人 然後來告訴大家 可能看這個視頻的觀眾 很多人大部分看地緣的事情的觀眾 很多都是在大陣子打工人 或者甚至有的是這個農民工 或者說 甚至是這個 也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 然後大家在增大於生計的一些人 然後王老師告訴大家說 富貴貴定是好事啊 然後安於貧窮 有的時候會帶來幸運幸福 然後跟大家說 人的爭取 人的這個付出都是沒有意義的 你要相信命運給予你的能力 你王老師可以相信命運給予你 就是做一場講座可以賺很多錢 可以養過你自己 養過你自己 但是 您對著這麼多 其實在偵察在生存線上的這個年輕人 或者說 比較大人還在這裡工作的 很辛苦的去幹底層工作的人 你讓他們說 這是命運給你最好的賄贈 並且你根本不需要在做更多的這個生計上的努力啊 人就相信這一切就是 所以我就說這個 陶老師他 總屁歪 他屁的太急了 然後他的角度都不對啊 他的角度不對啊 因為他 又開始跟王德鋒搞這種就是 就是 就是虛假對立 就是王德鋒說什麼 你要相信命運 然後 有的就說 然後你手中說那個什麼什麼 接受那個命運 那個命運你要反抗 那個就來了反抗命運 是不是命運的安排呢 問題不就在於你反抗命運 你現在看來就是命運的安排嗎 性命的 就是你現在非常糟糕的生活 非常貧窮的生活 是一種性命 你可能富貴的時候反倒還不如現在的生活 這樣那種論調 然後 是不是有一點性命的偏差 對不對 好吧 他這邊講這個很多人富貴之後什麼加起來封裂 封裂 然後生活不好了 就加起來封裂的時候 但我反過來 是不是還有中國還是老華的平靜夫妻百姓 當然我不是在說這個貧窮總會有好的朋友 我意思是說 他說這個東西 在貧窮的人的婚姻一樣成立 你富貴的這個警女班女會吵架 會這個暴力上下 等等等等 你貧窮怎麼不會嗎 好像就是說我貧窮了 真的我覺得我的婚姻 我的這個班女跟班女的關係 獲得有種操縱 你只要我錢了 我就能獲得一個美好的婚姻 是這樣嗎 他批這個王德鋒 他又是王德鋒 他又是王德鋒 就是說 他又開始給王德鋒搞對立 就王德鋒說那個 嗯 就是貧窮的婚姻 就是說富貴的婚姻也不見得幸福的 有時候貧窮婚姻比較好 然後呢 者子為了批判他 就把它變成了 就是什麼 啊 什麼貧窮的婚姻 那個幸福 就是幸福的更少了 你說那個什麼什麼 貧窮的婚姻 幸福的是個幸福的偏差 但是問題在於 你不用問他糾結 是貧窮的婚姻 還是幸福的婚姻啊 就只要是婚姻就有問題了 只要是婚姻就要破產的 只要是 那種私有財產制的 這個婚姻制 我們就要反對啊 只要是那種什麼家庭制的 其實維護私有的私有制的這種 資本財產 我們就要反對啊 我們不是要反對貧窮跟 就是貧窮跟富有的婚姻 哪個幸福 只要是婚姻就不行 所以我的意思是 他總PY 因為他 我怎麼說他呢 嗯 你說他看的書少吧 他看的書也不少 你說他笨吧 確實有點笨 就是 就是他批翻別人 總有人搞那種虛假對立 就是說 你說的不對 然後我給你搞一個反對 但他的反對也不對 就是所以我每次看P 我就好覺得他的PY 不是 因為他最後 他總是進入到那個 什麼什麼福科 什麼什麼那種 就白走那種視角 什麼什麼度元自由 平等那種東西 我感覺 嗯 嗯 嗯 那才是真正的福氣 那你多了福慧你能安安 這很難 這很難 劇情都很難 但這很難 但這很難 可見 人生的意義 人生的謝忻 事實上 這絕對福慧 對於我們幸福 平平的各有痛苦 所以 龍家賈斯要支持你 不歸你館的事情 你也不會最多他看 呃 這邊就是什麼叫 歸你館的事情 對吧 我這邊 就回溯到的視頻最開始 到現在的這個遊戲 一邊就是 一首先是告訴大家說 這個 貧窮會帶來這個 壞事 甚至是 安與貧窮是一件 比較好的事情 另外富慧會帶來很多的暗暗 然後到這裡呢 呃 更進一步的說 富慧是更難的 然後貧窮是更好安暗 更好安慮的 更好享受的 然後這裡說 富慧你管的事情 你就不要管 大家能聽出點什麼味道呢 其實像是一種 甚至我都不能說 這是保守的 這是保守的意義 這是一種 非常既得利益的一種論調 因為他 比如說他代表的內軍人 他們所這個 所在的這個社會位置 甚至發生的位置 是玩我之間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呢 他的這些演練 其實最後的之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不要想去變更更合適 不要想去改變任何 我們既有規則的秩序 我們要接觸這儀器 給給某個東西 包括我們的身份 我們是什麼就是什麼 我們生出來這個狗屎 我們就要安慰過狗屎 而當然那句話 他沒有說出來就是說 我享受著這個秩序裡面 所寄入我的這些利益 他又開始著急了 王東峰並不是這個意思 王東峰講的真是 其實就是保守主義嘛 保守主義的觀點是說 不要去追求財富 你知道他這樣說有問題嗎 當然沒問題了 就是說他要王東峰的東西 曲解成什麼 什麼就類似說 你不要 你要接受的命運 你不要追求財富 然後你要什麼什麼 覺得貧窮很好 就是說什麼接受你所有的命運 不要去反抗 那人家沒這個意思啊 人家只是說你不要去追求那種 什麼什麼什麼財富的生活 這不就是傳就是保守觀點中很傳統的東西嗎 他為了批判他 就把他長成什麼 啊你你什麼什麼 變成什麼什麼 他是奴隸 他是什麼之類的 也不是撐滿 就是他太著急了 他立的那些論 更經不起退 而且王東峰這個保守主義說法 很老套的東西啊 什麼什麼什麼君子 什麼什麼修德 什麼什麼情在世外之物 什麼什麼這種東西 不是就是很普遍的一種說法嗎 就這種說法 就比如說你要說他 你要批判這種說法 比如說這個 嗯當然我理解他 是想批判我這種說法 我只說他都批不透配啊 如果你真的想批判這種說法 比如說保守主義這種 嗯 追求德性的對吧 不是追求什麼什麼錢財 什麼之外的 之外的生活 就是德性的生活 我們就是要問他 就是 你這種 就是說 嗯 我不追求錢財 然後我要德性的 然後我接受什麼貧窮生活的 這個德性 這個德性就是有錢人的德性啊 這個德性不是窮人的德性 因為窮人的德性是不一樣的 就是 你追求這個德性 如果你認為是一種普遍性的話語 這裡面才是那個 就是奴役人的東西 嗯 就是 你為什麼要求一個窮人犯的吃不飽 你還讓他什麼不要追求錢財呢 問題不在這裡嘛 問題在於不同的階級的德性是不同的呀 追求德性沒有錯 那問題是 你不能說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接受貧窮 什麼不要追求錢財 這個德性是個普遍性的德性 這當然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說 哎呀 這批什麼東西就是 我每次聽我就覺得就是一股浓浓那種 什麼德勒茲那個味兒 我就受不了 那我就要 就是這個是我的我的解釋 我的位置 你不要基於我這個角色的位置 你不要說你敢當這樣 看我們社會的局局 呃 我都沒聽清芒芒說什麼 我聽完的時候帶點聲 他就聲音很小 呃 那我又多說 聽不聽 那把那個字幕擋住 我根本聽不清 王德鳳在說什麼 你們聽得清嗎 我不再說 你們只能聽到複數了 我聽不清 士卒聽聽不清 這裏儒家公子講的禮禮 這個給大家說一下 所謂的五間長得客氣不禮 或者說孔子 或儒家的禮禮 不是我們當代人的禮貌 禮禮 不是我不是說你這個 蜂蜜的评论 我不知道 我没有描测 或者是有一个疑问的 好 我们看一下 各位王老师讲到的漏像 我们看一下这个环境 这是漏像 我其实真的蛮想听到 王老师真的坐在 他口中真的的漏像 然后再去讲这番话 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和意境 我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 期待可以把期待打来给我们分享 这句话前面就是我们用处争取任何的事情 我们接着用命运给予我们的一切 然后我们自得其乐 安于其乐 那最后会有够大的失望吗 那最后会有够大的失望吗 也就是这句话前面就是我们用处争取任何的事情 我们接着用命运给予我们的一切 然后我们自得其乐 安于其乐 我非常想知道 如果王老师您从这个 早上7点钟上工 然后到晚上9点钟下锅回家 中午吃喝饭 然后回到家里 你住在那个十十米的出租屋里 躺在那道小床上 你到底还有没有这颗心 就享受你的内心的快乐 你到底还有没有这样 闲心压制 善这把善口 大谈着你口中的儒家表学 但是事实上有呀 呵呵呵 你们你们 有老观众知道 连麦连的那么多 每次那些工人不都是 挺乐在其中的吗 自得其乐的吗 都觉得自己人生杀不缺 不过我的意思是 这个姐子老想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 但是问题是 他根本就不了解人民群众呀 他贴贴说什么 王老师什么什么出租屋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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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见过他跟几个工人说过话 我就想知道这个 那些天宫不连麦 不是天宫什么什么下班 出租屋刷个多元美滋滋吗 就是他老想就是 哲子老想就代表自己的这个人民性 但是事实上他根本就 他他根本就没採用过什么生活时间 他没见过几个工人 好吧 那么大家如果觉得这种 节目形式有意思的话 大家可以一直给我一些 拖桌上面的支持啊 那么 这样的话我觉得 盘上没有好 那么下面的 你会不会接受这样子 好吧 然后 然后 对 哲子就是总想 就是用那种 而且他比如说批判什么 这个reaction 他就是那种左翼民粹的感觉 我感觉哲子批这个 这个Wonderful 它是有点德勒兹加张杰 呵呵呵呵呵 德勒兹加张杰加斯马南的味儿 你们品没品出来 就是一个就白左版司马南 就是 嗯 I don't know 我说就是后现后现代版司马南 就这种感觉 呵呵呵 就是对就动不动 就是说什么什么 啊就搞什么什么阶级话语 搞搞出来 然后剩下最后 讲一个什么 那种什么什么后现代那种东西 突然碰到 这么说就Wonderful 这个 这些意识形态 这就是个标准的保守主義 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 就是那种保守主义经营主义的东西 它不是后世纪 它是不是白左的一个味道 就那种东西 但是事实上就是 这种保守主义经营主义呢 在现在的这个 就是东亚其实是主流嘛 包括就是反正如家文化圈吧 都是这种对不对 就讲究的就是这个 稳定家导一切 其实你事实上 比如说王德峰说的这些 意识经营其实挺有代表性的 这东西比如说王德峰说 你就不用批王德峰 我妈 我妈天天 后天发的东西这些玩意儿 我爸不会发这些玩意儿 我爸真的是个 那个卡车工人 他受不了的事情 你想看我爸一个卡车工人 他开了这么多年车 他没车 然后他开了三四十年车 自己没有车 然后天天超时工作 然后他还会 他还算计如 他自己还会修车对不对 然后他那个天天开那个公众厅被罚款 就是回公司是被老板欺负 在路上是被罚款 然后正的还没有外卖 外卖的都外卖就骑了一瓶车 你觉得他心里平衡了 所以我这一次 这把这人让我爸都不会罚 那我妈天天发 我妈大概就会安慰我爸 有天天发这玩意儿 呵呵呵 你们父母听天发 其实就是王都棚这些东西 什么你老润命 哎你妈应该不是 你爸天天应该发这些东西的 嗯 这儒家保守主义的那种那种东西 跟我说 对对对 就是我说你爸是不是天也会发这种类似的朋友圈什么之类的东西 没有 他们超圈的 他们还不管这个 他们不会发这种缝合的西宁鸡汤吗 儒家类的 华呀 但是他们也不在乎 他们就是说 你学这个就该好好孝顺我 此定给我三个一句就扣 好吧 这样他不要跟 就是不要在家里吵架的时候 他就不说这个 我的意思是 就是王德峰代表这个东西呢 其实事实上 是没有办法像这个者子用这种 就是叫做什么 就是 他以为自己三言两语 什么什么喊喊口号 然后就能批判得了的 因为这个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其实我也经常跟你们说 就是左派最大的敌人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保守主义嘛 就是左派听自己可能变那个精 什么这个人来批判我们这个 那个人来批判我们那个 我们变这些精 在那个右派这些精英主义眼里面都是狗屁 你一变这玩意他们就想哎呦可拉倒吧 你账户你户头多少钱啊 户头几个零啊 他给这账户逼逼逼这个呢 变这个精呢 什么什么 就是你一会儿为实践了 他一会儿就黑个儿了 什么之类的 因为现实里面这个保守主义 就是精英主义 它确实就是掌握着最大的统治力量 跟话语权的嘛 就是 就是说 你对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 你想 发起攻击 就是你用 甚至你那套就后现代的话术都没有用 得的资那些东西都没有用 对吧那些东西也被什么骑得客什么之类的 都批 都都批完了 更不要说你用什么原教旨 就他跟他讲那些什么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什么工人吗 这都是原教旨嘛 这都 不知道这啥时候的东西了 他给人批保守主义 批不了的 批不动的 简单来说 唯一能打败保守主义的是什么 只有现实的力量对比了 或者我们这样说 或者我们这样说 就当另外一方面掌握了这个这个 就是现实的力量的时候 他就会转成保守的 所以保守主义是一个 就最大的意识形态 问题就在于他的物质性 他的Inertia 他的惰性 就是事实上 当你 你以某种形式打败了他 现实力量 就是图 图恶龙者终将成为恶龙 你知道吗 就好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说实践啊 说什么哲学 什么反哲学 只要你 一旦摆脱这种在野状态 你成为掌握这个 掌握力量 你就会变成保守的 这个是推荐难以避免的 就是你就是会被这个 被这个权力 被什么东西所溢化 我是说当你不掌握更高级的理论的话 如果你不掌握我们这个时代 更高级的理论武器 不掌握这个 什么精神分析啊 不掌握什么什么 对 不掌握这一些 对后线 后自卖主义时代 这些形态的分析 就是如果你 你始终不 不长出一个新的 就超越了一个 后自卖主义时代的 话语出来 到最后 不论你以什么样的形式 反抗这个 这个保守主义 到最后你就会变成保守主义 这个例子 其实科普系也讲过吗 他说那个希腊的那个 那个左翼党 左翼派对 左翼派对 那个当时是希腊不是欧债危机吗 对吧 就说什么国家破产之类的 然后那个他们 口号喊得正天想 就说他们要什么 代表什么 什么文明的利益 什么之类的 然后一上台 好吗一上台 那个为了维护这个稳定 维持这个政权 维持统治 做的那个决策 比之前又一做的还保守 所以就是 我第一次是对于这个 就是 保守主义 基因主义的批判 这个东西 其实是个很难的 很难的工作 它是 它是需要 它是需要就是 高级的理论范式的武器 来来击破它 为什么 因为它在现实中掌握力量 对吧 这个力量对比 现在活生生的摆在这里 就是 所以说你想批判 什么什么保守主义的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 你想什么批判 就它这次言量语不行的 很难的 当然了也有一种方法 但另一种方法就不是批判了 就是你不要说 它纠结的哪里说 对哪里说的不对 你就不要跟它进行 这个言语上的争锋 你只能去 去进行这个社会主义的实践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哲哲 那么这是第二期的这个reaction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欧阳老师的一个视频 看起来呢 我对上期视频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评论回应一下 就简单的做一个回应 我只能按分类啊 不能精准的回应 比如说有些人在这个 说这个王老师啊 他也是一个工人出身啊 还教过这个资本论的课 他说我有什么资格去批评王老师 就是讲出那些话啊 那我恰恰不是想问 对啊 恰恰是因为他是工人出身 他还懂资本论 那为什么他还讲这样的话 那不是恰恰背叛他的出身吗 对吧 我另外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看的视频都是公开的这个发表的节目啊 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是在他自己知道会向公众开放的这么一个资源 不是私下里的录影 所以就意味着他自己知道这东西会不会传播 会对别人造成影响 这就是公开场合的这个讲演 所以他要接受一个就是说别人在对他的这个东西的批评 因为你这东西会对别人造成影响 会影响别人的观念想法 那别人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你 是吧 你讲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别人对现实的看法发生改变 那么另外有人开始担心啊 就是这个他说王老师要吃饭的呀 他要挣钱的呀 没办法的事情呀 讲这些话 不是他的本意呀 哎我就好好奇了 我说你一个自己干着两千块钱一个月活的人 自己的某种生物都没有操心完 你就去操心人家一个老教授 一个月固定工资就有几万 更何况还有外面一些这个外情的人 你去操心他有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里有点可笑吧 对不对 那我就简单回应一下这些东西 那我们今天来关注这个 我们先来看欧老师 欧老师这个视频呢 我为什么会看呢 因为我被他一个封面啊 紧紧的吸引住了 抓住了我的眼球 这个视频的封面上面写着 即使在集中营也可以拥有自由 哎那么我就好好奇 我就要看看到底是欧老师怎么做到这一点 那我们来看看欧老师怎么说的 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若有接受命运 已经他所不在的一些痛苦 并且兼顾起自己的十字架 那么即使所在这一热烈的环境里 照样了充分的机会 去加上他生命的意义 是生命保有坚定的尊贵 欲语语无私的特殊 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奥利君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一本我最爱的书之一 那是奥地医学家 维克托波兰克所写的 追求生命的意义 我和这个说的言论 没听过这个人 没听过这个人 也没听过这本书 嗯 对 这里面 欧老师口中的这个意义 实际上我们如果放在 这个精神空心里面 或者说放在齐特克里游体心里面 它就是我们需要用来欺骗自己 或者我们自己选择某种东西 来欺骗自己 让自己能够逃避 时代界的创伤的意识形态 他所说的苦难呢 无论在这样的苦难里 我们只要通过意义 我们就能坚韧地活下去 他其实就是讲的 我把他这个话换一个说法 就是说 就是无论遭受怎样的创伤 无论怎样的现实的困难 只要我们能够编造一套 说得过去的 让自己相信的意识形态 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扭下去 这个说法 嗯 他又批歪了 我觉得 就是事实上 当你看前面那句话说 比如说这个人什么什么意义疗法 对吧 包括欧丽娟说的 就类似人的中贵之处吧 人性的高贵 什么人的 人的这个 什么什么 对 超越之处在于 什么什么人可以 依靠意义回下去 但是我觉得恰恰是反的 我听说他就说 嗯 反过来了 应该是人是可以靠意义而死的 除了人之外 没有动物不会靠意义而死 但是人可以 人可以为意义而死 而人愿意承担自己的伦理责任 我最意思是就是 嗯 者在这里他再次后现代了 他想走出那种意思 就是说 意义什么东西全是形态 全是洗脑 全是灌输 这些 你所说的意义 其实全是一种 统载之性的话语 我想 我觉得他想说这个 所以我觉得他又歪了 我该怎么说他的 他的思路全是那种 就是一种 我觉得也没有打到福 就是一种 就是 I don't know 什么什么虚无足 那些玩意儿吧 我可以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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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说的 怎么做的 于是他早上的装作 果真感的实际经验 带给我实际的力量 也因此很论的分析 和林克 他是变三的演奏 心心事实际上的事实 他是所以可以这样 能够用心 有几个关键 另一 他有弃生的职业 他不是一个学术理由 和实验室的数据 是上涵兵的 第二道理性的学家 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住进起义中也议 而且是被声明朗急的 奥斯维希 大家都知道 在当时六百万被逃杀的犹太人里面 就有六分之一 是死在这里的 而能够在这场坚目 悲惨的出境里 遭受极端的剥夺 以及残忍的生活 却还能够认真 而深刻的细思 人类存在的意义 而火出高贵 那这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 人格境界吗 我先 我先跟你们说啊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 我是为了批折子 我都忘记了 我是想直接批尾里 一会儿双批 首先啊 讲到奥斯维希 我想就是 你像欧洲那些思想家 他们在这个奥斯维希之后 他们都反思的是 比如说这个 纳粹思想家 它背后是怎样的一套 这个理论逻辑 它背后的这个逻辑 跟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流行的看法 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的一些生产方式 有什么关系 等等的 跟我们一些经济的构成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一些文化的运行方式 有什么关系 大家的目的 就是很多这个欧洲思想家 在这个奥战之后 做的事情 是去反思奥斯维希这件事情 那么也就是为了说 避免这样的悲剧 惨剧再次发生 应该我觉得这个 大家顺着的思路想就是说 一个灾难发生了 一个不好的结难发生了 我们想的应该是 无论接下来避免这样的结难 对不对 反思这样的结难带给我们的教训 但欧老师这边的思路就是 我们先去想着先反思自己 就是说 我们怎么能够在苦难中 还要就是说 能够乐观的 就是说在这个苦难中坚强 就是忍着 能够忍受苦难 那么我们第一排 我们现在去反思这个苦难 什么造成的 我们应该避免苦难的发生 就是当苦难不再发生的时候 你还需要忍受吗 对不对 如果当这个奥斯维希没有你的时候 你还需要跟我老师学什么 怎么面对奥斯维希吗 况且欧老师讲的这个东西 还不是说教你怎么在 这个集中营中生存下去 他讲的还是说 你就用那种阿Q精神 就是说 哎呀虽然我今天被打了 就是打了皮开肉丝 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 诶我还没死呢 虽然我今天这个养冻饭 都不让我吃 但是我告诉你 诶我还能吃移动饭 就是学这个忙 着又又开始说 这个知道什么 我想看他怎么说的 他说这个 欧立娟else说话不夭逃 就说面对什么 奥斯维希ม之忠有这种事情 面对这种灾难 你怎么还能反思 你怎么还好意思反思个人 个人的问题 你应该对这个事件进行反思 但是事实上你 这个批判别人还是 跟什么什么键盘侠道德侠攻击别人是一样的嘛 那那你的意思是人就经历这个集中人这事之后 人家不能进行个人个人向的反思了嘛 人进行个人向反思也是不道德的嘛 我就是就是他为什么老还是从这个道德角度去攻击别人 就是他他就是 对而且就是他老就是为了拔包这个这个这个给人扣这个道德道德帽子 就是老百人的那个立场 其实也没有假设到那么极端的情况了 所以老曲解别人 就是首先这个这个事实上就是说 事实上这个说的比如说什么什么奥斯微信什么什么 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进行什么什么反思 这个反思就是说的那么多人进行反思 但是事实上这个旗子可以说过 对不对 就说你对奥斯微信这个事情你在进行什么反思 你这个反思其实就是 已经是一种虚位了已经是一种伪善了 因为面对奥斯微信这个事情已经 已经没办法反思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反思就已经失效了 对奥斯微信这个事情甚至是你如果对奥斯微信还是 对这个集中影的事情你还是保持的那种 对比如说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克服 我们可以解决 然后我们要我们要反思它避免再次发生 就是那比如说奥斯微信就是包括现在国外那些反大脆的那种 意识形态什么之类的嘛 这个东西恰恰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意识 恰恰就是奥斯微信可以发生的原因嘛 记得骑泽克那个地狱笑话的例子嘛 骑泽克的意思是在面对这种 在面对这种 你只能讲地狱笑话了 你这个时候 骑泽克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嘛 就是那个 美丽心灵 特别美丽心灵 那个电影他不喜欢对吧 那个电影就是在那个 就是一个犹太爸爸 那个在这个集中营里面跟他小孩 然后他一直骗他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是在玩一个游戏 然后避免的看到那个 就是这里很残酷那一切 然后史瑟克说他想的结局是 这个小孩一直觉得他爸爸是在骗他 他觉得这样就是神作 他意思是你不能依靠这种什么 对什么什么虚假的反思 然后事实上对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令人惊愕到 他没什么可反思的了 因为当你反思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说反思 你用什么框架用什么角度去反思呢 你用现在的这个这个角度跟框架去反思吗 你用什么资本主义这个什么角度跟框架 用那套道德标准去反思吗 你用你用这个这个道德标准去去反思的时候 难道你这个什么奥斯维心 不是从你现在这个标准里长出来的东西吗 就是你当然可以仍然就是 我们的意思是晋应反思 但是那个时候这已经不叫反思了 对吧 因为反思就是指你用 他生长出来的那个 或者是现在那个环境去思考它 你应该 你现在做的菜是 对就是用一种地狱 地狱笑话的方式 就是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不要再恐惧它 不要再害怕它 不要不要就是害怕其这个这个创伤的一面 所以只有这想要的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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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反思这个事件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这么自私的就想你个人该怎么办 他当然都可以很自私的想 真实也不叫自私 他当然可以说在这个集中营里 他个人可以他个人可以怎么活 对吧 这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不过是 就是我在开始对这个作者 以旧立权进行批判 我刚才是批这个者就批完了 就是他想要那个东西 也事实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没有什么区别 但事实上就是说 那个人说在集中营里面 你仍可以拥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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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私 什么什么什么自由 拥有什么生命的高贵 他意思是在即便在这个集中营的时候 你仍然就是有能力做出选择对吧 比如说那个美丽 美丽人生美丽心 你仍然可以用你的什么什么智慧 用你的什么什么 做出选择活出生命的高贵 活出生命的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深度 那问题是 那死的那六分之一的人 他们活的都不高贵吗 活的没神度吗 因为事实就是 你在那种情况下 你也做不出什么选择的 你没有什么余地 做出什么选择的 这种什么在那个情况下 你仍然可以做出什么选择 不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幻想吗 人有一个什么什么 主观性 什么什么能动性 不论怎么样的逆境 不论怎么样的逆境 你都可以扭转这个逆境 但是事实上是扭转不了 到确实是能扭转 那是什么 那也绝对不是他说那个 首先这个 我先这么说 那个意义疗法我没看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个人 他在集中营里 他做出了什么样的高贵的 无私的人生 但是事实上 你们知道那个阿伦特 阿伦特跟那个 被那个犹太人 今天骂 口诛笔伐 现在想看耶威斯的 看耶威斯就是骂了骂 犹太人吗 都已经被被封杀成啥样了 你知道当年阿伦特怎么说吗 阿伦特说 他觉得奥斯维辛 其中营 这种事情 对吧 他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责任 最魁祸首 就是犹太教 长老会那些精英跟贵族 像说他们是他们自己 让这个数百万犹太人 就是毫不反抗的 有秩序 他的意思是 那些人就是犹太人 没有有组织的反抗这个事情 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犹太长老会的 就是他们自己人 自己自己做的孽 你想想看 阿伦特敢说这话 但他自己是犹太人 所以他敢说这话 他自己又不是犹太人 你觉得谁敢说这话 我的天啊 这个就一下子炸了锅了 但你想事实上难道不是吗 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在干嘛 然后 那些人骂他就说 你他妈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又不再反抗 又不是你过来反抗 你在这儿打嘴炮 你什么意思 你没看到我们的反抗 你不知道我们自己 就多反抗了 对啊 然后 我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这个什么 意义了牌之人 他到底反没反抗 我的意思是 除非你也拿去枪来反抗 对不对 不然你就可能什么 你通过什么方法 反思出什么神明的高贵 其实也不咋高贵 跟别人也没什么区别 你也不能说你高贵 别人不高贵 你这种情况 你不仅应该反抗犹太 你还反抗犹太长老教会 好吗 犹太人精英 你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高贵 你除了你除了这种情况下 他的这个这个高贵 你其他的一种什么 你反思什么 你服从 那些高贵 那算什么高贵 嗯 嗯 能夠顧慮業界的生命和更能力 那麼這麼一來 他就需要幫助人緊急焦慮 能夠更好地藉此選活動作 我覺得歐老師和王老師應該出了幾個課 王老師上期不是留下一個問題嗎 就是說安於貧窮 那麼王老師沒有回答我們要怎麼安於貧窮 就是說有什麼技巧能夠安於貧窮 歐老師就來告訴來家說 我們怎麼能夠給自己編造一套心理上的敘事 然後來告訴自己能夠安於貧窮 歐老師應該就是 我覺得我這個視頻隨機選才選得蠻好的 就是接著回答王老師的問題 首先跟上每個人會貧窮的 忍真實在是太辛苦了 被遭遇到很多的大疾病痛苦 被忍受很多壓力和無可奈何苦 有時候甚至會覺得事情活在盡力 歐心瘋瘋瘋瘋瘋瘋 就是地獄的地獄之八色 笑 有看到我為什麼 不知道 搶這個嘴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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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個臉笑得都開心的 沒開眼笑的 就整個臉 臉到天上球 一個俘虜 一個俘虜變成怎樣的 殺戀性全城城 那他可不可以補變成俘虜 對不對 那他可不可以補變成俘虜 而且他變成俘虜是他可以選擇的嗎 比如說大家可以去看一部電影 叫《鋼琴家》 波蘭斯基的電影 它講的就是關於在波蘭他們 對波蘭的猶太人實行的這個圈禁以及送往集中營的這種 這個過程吧 然後 就是在那樣一個環境下 你知道嗎 就是那些被圈禁起來的猶太人 他就不知道下一秒會不會死 這個納粹殺人是隨機 比如說今天把他們組織起來去老頭 把隊伍排好 然後在出發之前呢 從隊伍裡面就是隨機抽進 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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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出來 然後啪啪啪啪 一人一槍給他們打死 就是你在今天早上起來之後 你都不知道今天出去會不會死 這是你可以選擇的嗎 這是你用一個什麼程序在決心裡治療 你就可以決定你今天會不會被隨機拉回來打死 是嗎 能有什麼人有這個經驗 在這個集中營當中呢 你比如說 那在這電影裡面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當那個納粹的軍官 或者說這個蓋世太保 比如說 讓你一個猶太人去幹嘛幹嘛 然後裡面有猶太人會問完 為什麼我要去那裡幹 然後當他問出那個為什麼的時候 那個軍官已經拿出槍 捏他腦袋一開始 他已經去了地獄 如何獲得尊嚴 在這樣的環境下 如何獲得尊嚴 你連我一句 我為什麼要去幹這個事兒 只是想弄明白這件事兒 你挨的是一顆槍子兒 我只是以郭老師談論的這個事情的例子 這個邏輯可以擴展到其他所有的事情 大家可以自己去寫 我就不說 我覺得這有點張口就來了 歌頌痛苦又來了 歌頌苦難又來了 歌頌苦難 接下來就讓你安喻苦難 接下來就讓你熱哭苦難 接下來就讓你熱哭苦難 接下來讓你讚美苦 熟悉嗎大家 有 有 也在這種很苛刻的精神自由 有成生命力 雙方的意義 還是有一個非力 反對反對 所以你一個人可成什麼樣子 是君子還是小人 真正決定什麼關鍵 也不是妄妄的可關的階級 而是自己的階級 你的階級可以決定 已經要悲風喪主 還是要在你這樣一退 你可以決定 自己到底是要悲風缺心 唯一座路還是要聰明階級 建立階級的四場 這像我剛才講的 我原來談論 路老師自己講的那個語經裡面的事情 當你在無法確認自己 在接下來一個小時還能不能活著的時候 你如何從容平靜 如何自尊自愛 如何坦然存知 當你吃了上頓沒下頓 還得考慮明天要怎麼吃任何的時候 我老師告訴你的不是說 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這些社會問題 告訴你的不是說 怎麼政治的更功利一些 怎麼弄到明天的飯 我老師告訴你的說 你怎麼能在飢餓的狀況下 還能從容應對 保持內心的自由和平靜 我這裡沒有把彈幕放進去 大家可以去看這個原視頻 彈幕上面幾百上千頭彈幕 全都是彈幕支持 甚至還有人在彈幕上面交換聯繫方式 說你也贊成這個 說你也看誰誰心理學家的書 我們來交換個聯繫方式吧 彈幕上都是這樣的 我老師跟哲子 再次印證 我老師跟哲子 再次印證 我告訴大家 什麼事在那樣的環境下 有選擇能力啊 比如說同樣是被圈禁在這個 猶太人聚居區啊 一些富人 一些所謂的這個社會 稍微上流一點的猶太人 像歐老師這樣 他們是可以通過 賄賂外面的這個 看守的衛士 然後在大家都裡沒有食物 食物不衝突 然後資源未付不夠的時候 因為他們聚居是被圍起來的 他們沒有辦法自己去到 集市場買東西 只能靠這個 這個德國人給他們 派發東西 那麼 他們是被圍起來的 他們沒有辦法自己去到 像歐老師這樣 這個社會階級的階層的人啊 他們就會這個 賄賂這些士兵 然後讓這些士兵呢 從牆壁外面扔東西進來 就是說 同樣是被圈圈圍在裡面 都是猶太人 仍然是有 確實是 確實有些人有選擇能力 是能夠選擇一部分的 就是說我能夠選擇 我今天能夠吃好一點 可是我反過來問啊 是什麼樣的人 在這樣的環境中 還擁有一點點選擇能力 是所有人嗎 是哪些人呢 我想是王老師和歐老師 好 我們 wurden立 但問我們有這個 絲毫光效果養分球 我們其實 又有可能 在你面對後發現 真正的自己去選 最重要的是 而是我們拿自己的技術 怎麼搞的 就是我們這樣 所以 aren't there 人實在都說 你除了幽默之外,你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反抗 就是串联,就是拿起武器,即便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你任何无能为力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摆出一个拒绝的姿势,就是不 但是在这种时候绝对不是幽默 他觉得那些在这个关头很幽默的人,真善美 那在这个时候带着别人去反抗那些人是什么 当然是牛欧老师了,谁会去各种东西,当然是牛欧老师了,好吧 我们就看到这里,今天就看到这里,那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我差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有褶子 就是主要是褶子的批判也不太行,他批判就始终还是一种道德主义式的 他就说,这有时候怎么还笑得出来,这种时候,你什么什么你为什么觉得什么什么内在的什么什么幽默这些东西还可以决定一个人 你可以怎么样之类的,事实上当然可以,就是说内在的什么什么,我这么说好了,他这个文章写的是没错的 就是他整个理论,就是说,在集容里仍然可以拥有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就是反抗的自由嘛 对吧,人当确实,他没办法让你不反抗,他如果让你不反抗呢,对不对 你可以用,你可以用你,他没有办法让你任何,他就是没有办法让你不反抗的,不做出反抗的姿势 你想想看,他有什么办法,就是把你做成人质,那个质啊,是那个旅后做那个人质吧 你还是可以扭动呀,你还是可以用你的,对,最后的一丝肌肉的力气,紧绷你的肌肉发出一个,发出一个no 一个拒绝的姿势啊,他没有任何办法让你不反抗,这就是你的自由 这是跟你什么内心的,你觉得自己自由那是两回事儿 你仍然可以发出声音了,但是,而且我觉得这里自由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怎么说呢 在那个时代了,就是在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当下那种,那种环境里面 你能做出什么样的,你能做出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选择 应该说,你只有反抗的人才是自由的,对吧 当时的事情,我不知道啊,我历史学里不好,我也没看过什么史料,什么史实之类的 但事实上就是,如果像这个,阿伦特说的,说那个,就是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长老会,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安排人,但是,说实话,我们当时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同样有这种疑惑,你们有吗 就看那个二阵电影,就图他有太人的,有天人就说,啊,我们要去哪里哪里了,我们要去集中营了,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一群人就乖乖的,就收拾好行李,提着个小包,然后一家几口,在那边等车 你们当时,你们当时没有这种,就是问号吗,说,嗯,他为什么要去 你看这种时候,你没有这种问号吗 就是对你第一次,就是要看到那种场景的时候,你觉得跟你就是想象的很不一样 你想象的,就像看文本嘛,就说那个地方多什么惨绝人寰 都怎么,然后你试着这样,一看那个镜头说,嗯,他们怎么就,哎,就这么平静的就去了吗 怎么就这么着就去了,就这种感觉,就这种问号 然后后面再说,啊,但是,所以就说,阿伦特说的可能是有道理嘛 就说,确实是,比如说,上面跟他们说,说,啊,我们要去这个地方 就是说,是顶上没有带着他们反抗 他们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吧,I don't know,我就说,反正我就看的时候就有问号 对,应该是就是那个长老精英们,犹太人自己人说,你们要服从,你要怎么样 就能去集中劳动一下,就不会死 就这么说的吗,然后他们就信了是吧 因为他们之前的宣传就应该是这种 但是你,那你,那你这个想法想可能更有问题啊 就去的时候说,解决问题是你怎么会信这东西啊 就是拉你去一个地方,你怎么可能会信呢 不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说法,事实上他们自己也不敢反抗 就是我的意思是,阿宁特徒说法也有问题 就是说,责任最大的是那个 这问题是谁会信啊,换你你信吗 你觉得换你你信吗 对啊,这时候开始说,啊,他这么说,我就去了,换你你信吗 你虽然机器开也没有用,你是不可能信的 那个时候,谁又谁会信啊 反正有事我是不敢说不说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嗯 就是这里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反抗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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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事情 就是说,当时这个事情确实有点悬暗 不太懂,不太能理解怎么回事 不是,你们说那个专家在我看来就是也是替罪药 所以我的意思是,阿伦特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一种缝合 我觉得阿伦特其实是一个更大,更大程度的缝合 阿伦特就说什么,那个,啊,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犹太人有责任 其实是更大的缝合,对吧 事实上就是那些,就是那些群众自己的责任啊 差不多我感觉 你要背负的这个责任,选择的责任就是自由 所以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个心愿,哈哈 自由是一个诅咒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不背负这个诅咒,那就等死吧 或者说你就你活着跟死了也差不多 那么这期呢我们来要看刘育老师视频啊,刘育老师这视频这两天特别火啊 到处来传播啊,我光私禁,然后微信上就收到好多人给我发过视频 然后好像这个视频短短的两天之内,他就已经快七万播放了,对吧 好,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视频啊,在谈之前呢,老公就对上次视频的意思 你说姐的这个啊? 对 好吧 哦,粉丝能论的都论了,有钱的粉丝论了 一些这个对我的批评啊,做一些回应 上期视频呢,这个有人啊,就说我,以及我的粉丝啊,就是非常的不想道理啊 就是他们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呢,我们只会人身攻击 不跟他们辩理啊,他们原码就是辩明道理,不跟他们辩明道理 我觉得我一个粉丝说特别好啊,就是说,拿 怎么跟你们辩理呢啊,就是,根本就没有一些共识的基础 根本就没有谈话的一个基础,怎么跟你们辩理啊 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那些就是攻击我的这个言论 或者说反对这个之前的这个评论的这个言论 他们根本啊,就是讲的东西啊,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的什么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以一种,大家建立在很多伴处的共有的认知上去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呢,我自己也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我尝试着复制了一两段 就是,欧老师那个视频里边对我的一些批评的话,我就直接复制,发到摆定里面 就是说,刚才那个,那个视频的补一句啊,就是他看似是个人道主义的视角,对吧 那事实上我觉得那个视频就是,不管是那个什么意义疗法那个人 但是那个书我没看,我不知道是不是欧丽娟讲的也不对 总之就是听下来,就这些人他们全都,就太不人道主义了 就是,你都在那些傻地方,就是你还跟人家讲道德呢 还说你这样做是高贵,那样做是不高贵的,我天哪 那都啥时候了 因为有的人在评论去说,哎呀,你们这些无视的人就说我们,我和我的粉丝啊 就是我说那些只是为了反驳他,就是他认为他那个做法是高贵的 我的意思就是,他那个做法也谈不上是高贵的 你要说自由,你那做法也不是自由的 但是事实上,你对当时在那里面那些人,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去苛责他们了 就是说这有时候你应该,就是做这个选择,做那个选择 对,那个时候你已经做不出,你已经没有这种评判的资格跟标准了 因为那个地方就已经是一个缝合点了 就是,就是一切的意义在这里失效了 你们这些无视的人,学养不过后的人 你们实在都懂得就去百度,那我就听他的话我就去百度 我一百度发现有意思了,就是那个批评我的话呀 我搜过其中一段话,然后那个话呢大概有五个抖音视频的出处 就是说有五个抖音视频,用了那个话 就是根本找不到那个话在文库当中出处,就只看到五个抖音视频 他的文案就是这句话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是小红书的文案 就是,我就说那就更没法弄了 就是没头没尾的,我也不知道你这话哪来的 我就没法跟你讨论了,对不对 那么,所以我反过来说 我说人家欧老师好歹还是个斯多格主义 某种被庸俗化的斯多格主义 就是有些人在下面发的评论,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很像那个什么,大家写作业用的什么狗屁不通生成器生成出来的 输入什么境界,体悟,虚无,然后这些词输进去 然后啪了一下出来一段就是你发的那话 有人说你这个还是讲哲学的呢 然后你其实根本就水平太低了,水平太刺 根本就跟我们讨论,只会攻击 问题是我讲哲学的时候,我跟你讲存在,此在,存在者,你分得清吗 我跟你讲主体,课题,意识,意详,性,力 跟你讲这个象征性,绵延,世界,认识论,文体论,普及,学,在线,在生产,共识性,历史性 我跟你讲这些,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讲这些视频也没人看了,对不对 哎呦 那么反过来,就讲些严肃的,就是还有人心情说 那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在贬低违星主义 那是不是在我的眼里违星主义都没有这样 我告诉你,恰恰恰恰恰,我就是你嘴里的违星主义者 我告诉你什么是违星主义 当然我还得用你听什么话讲 但你的眼里违星主义就是 剥离出客观,缓禁客观现实的一种自恋性自我感动 每天幻想自己人格的高贵,孤高 仪式秘密,特恋机群,是个精神贵族 但我看你们其实是精神贵物 真正的违星主义会说我们强调意识的强大,意志,它都历练 恰恰是要在客观环境中体现出来的 到底什么事 他都这样呢,你还跟他回嘴,算了 不是他的错,你这么想他就不生气了 或者是我有时候会想 我有时候会想 就是 就是说 你要是这个人这么批你几句你就生气 对不对 那以后 以后你要面对这强大的邪恶的凶恶的凶狠的 无情的残忍的敌人有的事 那时候你怎么办 我就会想到这种东西 我觉得没有必要跟弹幕对象 或者没有必要就是回他们什么喷他们 褶子这在哪儿 我那个什么什么圆脸 什么什么隐形的视频底下有的是的那些东西 我看着我就看着就呵呵一下 我回都不想回 而且这个现实中体悟不就是如此吗 对你并并有理的 可以跟你情色和明的 可以跟你聊什么什么什么主体性 什么再生产什么游牧 还抱什么菜名呢 什么什么存在者 跟他聊这些东西的人 都是 对都是你的阶级敌人 越有礼貌的 越高贵的那些不都是阶级敌人 主客观的动性是体现在你认识客观环境 引导客观环境 利用客观环境 改变客观环境上面的 一定是在主客观的统一中 发挥你意识的力量的 意识力量都能体现在 你对客观环境的认识 利用和改造上面 不是你通过将客观 剥离出你的意识 然后在那边纯粹的认为自己一世独立 自己精神贵族的 没什么话好着你们说 还有人在下面说 还有我的一些关注者 还给他们抬一句说 他们这完全是文学的表达 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 但问题是他们这是我这个表达吗 文学三大批评流派 形式主义的 就是你要从原学的角度 那么意识形态批判 你要从性别阶级种族的角度 美学你要从哲学的角度 他们有哪一点是懂的 你们大部分就看看 欧老师评论区那些回应的东西 又不是美学的 又不是意识形态批判 也不是原学的 是什么呀 是我们评论吗 不用抬一句了好吧 日子过得太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呢 为了避免啊 又有人批评我说这个 说我这个指挥攻击啊 不讲逻辑啊 我今天就重讲逻辑啊 我今天讲的欧老师 这个者子还没有明白这个问题 别人觉得他 别人觉得就是 觉得他说服不了人 或者是想批判他 不是因为他逻辑不够好 是因为他只有逻辑 他自己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脱产的这个知识分子啊 也是家里很有钱的呀 就你要像我们一样 就什么赚多少钱都公布 你的钱 你的钱干嘛呢 然后你去进行实践 你觉得他有人跟你回嘴吗 我觉得他问题不在于他 就是他觉得别人觉得他这个逻辑不够 是他真的只有逻辑 他啥也没有别的 我只是讲一个逻辑学的小事实 我也给大家科普愿意听的人 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东西叫循环论证 好好听啊 我只能给大家下个定义啊 什么叫循环论证 循环论证就是你所论证的这个 使用的论据成立的前提 需要靠你的论题去证明 就是说论据要成立 前提是你的论题成立 但是我们知道论据是干嘛的 论据是去论证论题的 所以他斗行的一个循环论证 就是什么都说明不了 这是一个逻辑上面的错误 我们看一下刘老师是怎么犯的这个错误 刘老师谈的话题是为什么他认为 极端的斗争或者他口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对对的 你看看刘老师怎么说 这么多骂未明子的 问题是现在几个骂未明子都是念左经的呀 你们还没整明白这个事情吗 所以骂未明子的是 是他们本来只靠这个 跟者子一样只靠批判就行了 只靠去那个开受别人左急 航航口号保持一下纯洁性就行了 现在不行了呀 现在你得亲自学时间才行呀 他把这门槛拉高那不就得骂吗 那你有啥办法 你们还没你们现在骂未明子的都 骂未明子保的不是那个保守 不是保守主义者保守分子 都是都是一些念左经的 都是往左往折 那个之前这么激流网 现在什么黑个儿 全是往左往折拜托 我 这种阶级斗争的这种思维 在目前来说几乎是唯一可以 好我们只讲游戏不讲观点啊 之前他们念念左经对不对 自我感觉良好 觉得自己是江湖上一号人物 对不对 还有人能把当回事 现在他说话有人听吗 连你们都会问这句话 有几个诗 连你们都会 现在他们都忽悠忽悠你 那就跟你们说 啊现在我们就念念经就行了 我现在我们的任务就念念经 好反反思一下 对吧保持一下纯洁性就行了 现在人家跟你说 有人完了不念经了 你怎么办 那你就只能先打掉他 才能继续念经啊 呃刘老师这边讲的说 阶级的这种思维 是目前为止唯一可以被允许 或者说被鼓励的 这里犯了有什么错误啊 就是捏到论句 为什么是捏到论句 我想不用我去说吧 给他 黑格那个事情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没法跟你们说 我可以跟你们说 但是你们不要打字 但是我这个也是道听途说的 我不是第一手资料 我自己没有看到 就是这个事情 嗯 怎么说呢 我怕我我怕我说了你们会那什么 对就是首先 他这个号没了 我也是 我也是 觉得不应该啊 就是他这号肯定还是得让说话 对吧 嗯 但是他这号为什么没了 就是我跟你们说 跟那名字没有关系 我跟这么 嗯 有间接的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他那个禁言也不是永久禁言吧 只是暂时禁言近几天吧 也不是永久禁言吧 也不是永久禁言吧 就是我 我听说啊 我听群里的人说的 是因为这个 是这个这个黑格他那个 吹笔 就说 就说 那个 上次的那个那个事情 那他派人去了 那他派人去了 他是老子最屌的 就这种东西也能也敢拿出来说吗 嗯 反正就是我跟你说 我听说这个事情 跟那名字也有关系没有 然后我再次声明 这个是我听群里的人说的 所以你们 我也我也怀疑其真实性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嗯 然后 因为我也没看见他 他到底发没发过这个 所以你们也不要出去说 也不要说是我说的 就你们可以说是我说的 你们要说是我这个 就是说 我道听徒说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所以呢 都指向了这些资本家呀 什么这些有钱人啊 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退步 原因就在于这种思维方式里面 它包含了一种 其实挺可怕的一种 零和博弈思维 就是一个社会一定是没所谓 这里放了一个逻辑错误啊 就是 他所谓辩护的那个内者 他用了一个选择性论证 就是说 这样零和博弈的思维 在他口中的这个 所谓的阶级斗争里面 他认为 存在一个零和博弈的思维 因为好像是要反对资本 反对资本家 但是呢 在他所谓辩护的这个资本主义 这个社会事实里面 零和博弈的思维 更是一个总体性的思维 我们到最后会重新回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刘老师最后为了论证 那个论题本身 恰恰体现了他所说的零和博弈思维 我得到你得不到 他就没有想到 一旦企业家被污名化 一旦就是企业家的产权 得不到保障 这个企业家的精神力萎缩 其实它是一容俱无 一损俱损 就是并不存在着说 这个企业家已经被污名化了 萎缩了 然后你还可以 就是说在这一层 占领同样的这个地盘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前两天在网上我看来说 今年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个 大学生毕业 但是坏消息是老板都没了 好 这个刘老师最后为了 我来感觉他的论据是什么 论据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斗争 这个 你把这个资本家消灭了 最后 这个得到的结果 就是说你的这个工作也会没有 他为论证说 如果我们以阶级斗争的思维 这个去做的话 我们就会没有工作 那么他的目的是要反对阶级斗争 那么他的论据是 因为你阶级斗争了 你就会没有工作 为什么我说他这个循环论呢 因为 他这个论据就是 没有资本家成没有工作 这个论据呢 是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 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 之上的 那么 那我们 就是说 那反过来我们来讲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生产 那 我们就会发现了 这个循环论证的这个逻辑就很清晰了 就是 为什么大家要阶级斗争 大家就是不想要 没有资本家成没有工作 这样的情况出现 明白吗 生产的需求是永远都会有的 只要人们有生活资料的需求 生产的需求永远都会有 永远不会缺岗位 而恰恰为什么会体现出尤老师最后说的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发现出了大学没有工作了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面 我们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尤老师想要证明 这个为什么不要阶级斗争 就是我们不要阶级斗争这个 他的论点 恰恰是他的论据成立的前提 就是一定只有在他想要支持的 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 没有资本家没有资本家 其实我都表现放火 因为事实上刘渝这段说的没有任何错误 他说的是对的呀 他就说不能搞零和博弈 完全没有任何错误 就是不能搞零和博弈 问题是资本主义是零和博弈 对吧 资本主义说是双赢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贫富差距对不对 贫富差距前手未讹大 对天天说双赢 那事实上其实全是他赢了呀 就没双赢呀 我的意思是刘渝讲这东西其实没错 然后他又说什么 那个什么仇恨 什么不要对准资本家 确实不要对准资本家 你什么什么什么 资本家掉落灯什么的 这不是左翼鸣脆的暴论吗 我们没有针对什么什么 人格化的什么什么什么资本家 本来就不应该针对资本家 你本来就要针对资本主义 针对私有制 你针对资本家干嘛呀 就是刘渝批判这个什么什么 什么说大家什么什么不要这个什么 就问题在于说不是不要这级斗争 可能是你这个阶级斗争 没有阶级斗争 你这个阶级斗争是针对资本家 没有针对资本主义呀 你针对资本家还有差 因为资本家死了一差还有一差呢 然后至于到后面说这个什么 他举这个例子 说这个资本家什么什么都没了 然后现在工作都不紧气了 确实确实没错 但是问题是资本家不是没了 哼哩也说这个是吧 我听不懂他说的啥意思 他说我懒得听可能一串串 不知道他说什么 就是问题是资本家都没了 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 没法说感觉我有点 这么说好了 就是你说这也没工作对不对 环境不好资本家没了 那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资本主义进入托拉斯了对不对 就资本家还是被资本家逼破产的 就是你说啊我们天天搞 你看现在没工作的吧 资本家都没了 问题是资本家都没了 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呀 是资本主义自我吞噬的结果呀 所以资本主义也需要阶级斗争 所以这样的逻辑错误啊 就是我们可以随处可见就是那种 在为他自己的这个利益辩护的那些 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个话语中 我觉得大家在看我的节目就是 其实reaction节目不能纯粹享乐 你尤其是要看到如何去在这样一种 看别人的这个言说和发言中 如何去找到他在话术层面去缝合掉的 那个客观存在的矛盾本质 你要把那个矛盾揭持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批判 这才是辩论法如何应用到意识形态批判的东西 就是你要把那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个东西 现实层面赤裸裸存在的这个矛盾 从他们的话术中给找出来 给揭持出来 不管你用何样一种方式去切入 我真的放我狂去说什么到底 好 那么回到这个观察 刚才他说的这个联合博弈 他所使用的论诀一也是说 他说这些斗争恰恰是联合博弈的词 我想说刘老师 你在为之辩护的这样一种社会关系 它恰恰是会让绝大部分人羡慕这种联合博弈的词 让大家对着你自我 那就是所谓的市场的竞争 为什么大家会立决 为什么他在毕业之后 有大学学历仍然不能有工作 就是你所为会的那个东西报仇 那我恰恰反过来讲 如果当然我不是站在那个立场上 我们只只讲逻辑学 就是我们但从开端或者出发点来说 所谓的社会主义它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所有 刘老师你尼特辩护的立场 还只是为了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 和你所反对的立场 甚至还要反过来要维护你刘老师的利益 明白吗刘老师 好那我们这个节目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最后希望大家能够三连支持一下 下期再见拜拜 他觉得这个刘老师有逻辑的错误 hello大家好呀我是哲哥 他觉得刘老师有逻辑的错误 我这个逻辑错误是那个就是叫什么 啊就是阶级斗争不是不是零和博弈 是这个意思吧 那说实话那你要定义什么叫阶级斗争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阶级斗争现在也挺复杂的 比如说那个现在法国还在黄北西 而是什么阶级斗争 对吧 就是阶级斗争现在也不太好说 好说这个事情 好说这个事情 我的意思这不是一个就是 就是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是想这样暴杀鲁鱼 就是一方面先诛心 就是说 他自己这个屁股是歪的 然后他的经历 他自己就是没有人民性 然后那个他的这个逻辑也是错的 这个逻辑是错的 这个逻辑是错的 就在于说什么 他他辩护的这个逻辑是错的 但问题是你证明他的逻辑是错的 也并不能证明这个 自己斗争是对的呀 问题你是不是要批判 就是他具体 到底这些话哪里错了 我第一次他可能是觉得说 他想削弱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权威性 什么什么之类的吧 嗯 但是事实上 刘宇 他所说那些东西 嗯 我就说你除去他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是零和博弈 那是零和博弈 什么这种东西吧 而且事实上 比如说到底是不是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是不是错 资本主道是不零和博弈 不是是刘宇这个说法 我我当然也刚才也就要进行反驳 对吧 我说资本主义其实是零和博弈 但是他可以反驳我呀 他可以执行资本资本的反驳我嘛 就说财富总体是增长对吧 资本主义 相对空间主义是 是进步的 这个人类的财富 都是资本主义创造的 就在这个意义上 资本主义是什么关于贸易 什么关于我的意思 就刘宇说这些东西呢 你没有没有 就是说你其实什么逻辑上 你说也不知道说不过他吧 就是用你那套逻辑 用你那套形式逻辑是说不过他的 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历史存在的现实嘛 就刘宇说这东西并不是什么 他自己的他自己多独特的观念 这不就是 就是资本主义的那套标准话术嘛 就也是资本主义能分 能这个生存至今的意识形态嘛 就是标准话术 资本主义是关于增长的 就任何一个什么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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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 自由主义的 什么什么知识分子 一念起这套 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账 都是这套说法啊 就是什么什么 那叫什么薛道疯 没有什么区别的 就是说 就是事实上你想 就是这个怎么说 刘宇跟这个王德峰 其实是两种意识形态的代表 就是他们为什么能活 他们这个为什么能有人听 他们就处在这个意识形态主人灯指上了 对吧 一个是这个保守的 一个是这个 就是自由的 或者现在都新字了 对吧 什么什么新字的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的意思是比较有 就是一个主人能指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个说法没有一点道理 这个说法不需要什么道理 因为它是现实啊 你觉得是道理重要还是现实重要 你是你可以大理说翻说翻天 你可以说人可以不靠空气火 人问题就是不现实现实就是不行 就是你想你想批判这个什么什么 你想批判什么什么这个这个 什么什么流鱼这个东西 就是就是就是还是批判这个资本主义传统话术嘛 这个东西其实有另外一个陷阱了 之前他们说过这个东西就是那个 叫什么 嗯 就你们也知道吧 什么剑桥大辩论 什么左派右派大辩论 顺经济帐 然后说那个辩论事实上 但是我是听别人转出的 那大辩论我也没听 然后他们说事实上是左派赢了 是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赢了 说共产主义更能解决这个经济问题 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变题从一开始就 就掉进坑里面出来 什么叫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capital 这不是关于增长的吗 你怎么可能在算经济帐 算赢这个资本主义呢 这不可能的呀 要不然他为什么叫资本主义 他就是关于增长的 关于经济的 他这个理论这个存在 就是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怎么可能算赢他呢 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 他确实会造成这个财富增长 他确实会让这个经济发展 那问题是代价太大了呀 你经济是增长 其他的所有代价全部都在增长 对吧 你的这个贫穷也在增长 贫富差距在增大 对吧 然后那个危机化的 危机化的不断的发生 对不对 他为了保持这个增长 他把这个长 危机全部都常态化了 你想看你从一出生开始 或者天哪 看个谁家的孩子 看个谁家的孩子 什么什么 考什么什么 多少份 什么什么什么 你怎么这么没能耐 什么没考低 没考低 没提二 什么什么什么三好学生 你爸听那家被数落 你看谁家那谁 什么一个月能挣什么什么 多少钱 高中 你读什么高中 他读什么高中 你付出了所有这家 就为了什么 就为了什么 换一套什么 什么更好的房子 住什么开的更好的车 蠢逼死了 就是 资本觉得 你不要反驳他什么 他不能带来什么 经济增长 他就是什么零和 不是 他就是会增长 没有错 问题就是他只增长 他只增长那个数字 因为财富就是一个数字 而已 他只增长了一个数字而已 他没有生产力增长 你们还没明白这个关系 这个奇德科技行家 通话课里不是讲过这个事情吗 马克思那个东西 就是说 这个这里我没有求证过 我没有讲好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可以去做个功课 但我讲好你们去给我补充就是了 问题在于 就是 形式吸纳 就是 生产关系的 生产关系的发展 是先于生产力发展的 就像蛇褪皮一样 我不是说过那个视频吗 就奇德克批判那个蛇皮生产力 就是 庸俗对马克思的理解 奇德克所说的 庸俗对马克思的理解是 什么像蛇皮一样 生产力发展发展发展 然后不行要褪皮 就要变个生产关系 其实是反的 形式吸纳是先于这个实质吸纳的 是先有了这个生产关系变动 才产生了这个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就是 一般人认为 比如说你们觉得说 比如说 资本主义是关于什么生产力增长的 生产力增长的 不不不 它恰恰是反过来的 是生产关系要先变动 才能导致这个生产力的发展的 所以说 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说 它就是它没有发展 就是它不够发展 就是它的发展是一个虚假的发展 它只长了一个数字 但是现实中没有任何发展 为什么 你想想看吧 你现在就比如说 我们所谓生产的发展 对不对 你房子住的更好了 什么车开的 什么什么更大了 你的衣服什么什么更多了 你现在 收取所有的工业品 全是过剩的 那你为什么解决不了 什么全球变暖呢 你怎么解决不了气候危机呢 你怎么不能什么什么登月呢 你觉得靠现在这个资本主义 这个制度搞下去 人类能登月吗 人类能征服星辰大海吗 人类能解决什么什么气候危机吗 人类能解决什么什么战争 贫穷吗 你这资本主义 你这资本主义 但是事实上 你解决什么问题了吧 你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所以我就是跟你们说 你想批判这个刘鱼这种东西 你就是你不要纠结他什么 他自己逻辑哪里错了 他代表这个意识形态 他就是一个 就是典型的这个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资本主义 那种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念心的东西 然后他念的这个经呢 事实上在经济学里面 也 嗯 不是很站得住脚的 因为这个 现在经济学的主流模型 还是新古典的 就是新自由还是不行 他们觉得 新古典是还是强调 要有一部分 就是说看得见的手 管一管 对吧 什么监管什么之类的 就是市场跟权力的关系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 anyway 就说 怎么说呢 就折了自己的 评 我该怎么说他呢 科技越来越高 科技高有啥用呀 不是都跟你们说过这个问题吗 科技是高 但是那个科技就是 因为科技就是把人当牛马的科技啊 之前不是讲过这个东西吗 就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现在这个东西叫什么 元宇宙是在搞 对不对 我不是跟你们讲那个 淘宝搞的元宇宙吗 对吧 一进去 全是什么 这个广告那个广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进这个元宇宙有啥意思啊 我还不 我就宁可不进 你进去元宇宙对不对 进去百度 什么什么普遍医院 你是说为自己的短小烦恼 然后那边什么什么 色情广告 什么什么什么 同城可约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边什么 对什么 学历 什么什么学配音 没没没钱怎么办 然后那边什么赌博游戏 然后那边什么 啊 那个买什么什么我们的课 买我们的思维课 什么哲学课 什么什么 文静元宇宙不也这些反应 我们进去干嘛去啊 你可别进去老天哪 我还给外头带着 我可不进去 你进去看这些大病案啊 你进去看这些大病案啊 你进去没什么好东西可以看啊 你进去用VR看这些大病 不代表它就不是大病 还是大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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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年中国初次结婚的人数 或许将创下38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过去7年中国的结婚率暴跌了将近一半 年轻人不想结婚 这在网上好像早就有可能的 共识了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 中国到底哪些地方的年轻人 最不愿意结婚 大家好我是秀才 今天我在实际部观察 哪里的单身年轻人最多 年轻人不结婚 就影响到了哪些行业赚钱 我们先来做个调查 大家把自己的年龄 所在城市和婚状态 发在屏幕上 不看弹幕秀才也知道 一二天城市里未婚的人 肯定更多 2021年中国结婚率 倒数前三名的省市 分别是上海 浙江和福建 北京 广东 山东 湖南的 结婚率也偏低 而结婚率最高的 则是西藏 青海和贵州 影响结婚率的因素 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人口结构 初婚的藏 青海和贵州 影响结婚率的因素 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人口结构 初婚的主级人群是90后 年轻人占比低的地方 结婚率也不会高 前面提到的上海 山东 江苏 湖南 这些结婚率低的城市 恰好都是中国老人化问题 最突出的几个地方 结婚人少的问题 自然也更加明显 相反 西藏 青海 都是人口结构 比较年轻的 结婚率自然也更高一点 不过也有些年轻人多的成分 结婚率是低的 比如说广东 这就和人们结婚的意愿有关了 这次不赖毛 这是我自己一般往线提了 这次不赖毛 这是我自己一般往线提了 这次不赖毛 我也想赖毛 赖不着 我自己提了 现在呢 2021年 中国新人结婚开支平均就得22万 要是算上房子彩礼 可能还得翻个四五倍 甚至十倍翻个四五倍 甚至十倍都不止 对于多数年轻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负担不起的数字 实际上 中国结婚率低的地方 要么是彩礼太贵 要么是房价太高 浙江福建江西天龙将 这四个低结婚率的成分 正是中国彩礼君子最高成分 平均彩礼支出都超过了10万 有的现手彩礼甚至能要价二三十万 江西农村甚至流行过彩礼带 都搞出一套金融权利量 北上广的年轻人不结婚 自然是因为放假了 秀才有个北京的朋友 今天结婚 前天后后花了二百万 其中有150万是股还一套 其实平坊的首付 不靠两个家庭 超过六个钱包 他俩可能35岁也没有办法结婚 而这还没有算之后生儿育女之初 这笔章算下来 有几个年轻人不头大 除了现实 年轻人关键上的变化 也在影响着结婚率 社科院曾对母胎solo的90后 做过一次调查 发现这一代年轻人 普遍更强调自我意识和自我独立 如果遇不到合适的伴侣 大家更愿意回归自我的生活 把经历放在自己上 秀才给大家翻译翻译 就是恋爱只会影响我八件的速度 有这功夫去搞钱 学习追星做什么 它不香吗 出关世界延迟的一个重点原因 正是选择读博独言的年轻人变多了 尽快撑架安稳过日子 早就不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了 况且对 因为读博独言的人多了 所以不结婚 读博独言跟结婚有什么关系 您可以结了后再读博独言 而且问题在 为什么读博独言人变多了 他想说 因为年轻人有更好的追求 更丰富的生活是吗 更好的追求 我这么说好了 中国的那些研究生专业 除了那些什么功课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 值得读的 值得读研 值得读博的 什么医学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 我觉得人数在缩减个十分之一都都 就是缩减到十分之一吧 差不多 甚至十分之有的专业 真的都不值得读 比如说 什么什么哲学 你读着研究生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即便不结婚也有很多东西能满足情感的需求 比如看别人谈恋爱 数据显示 90后用来代替亲密关系的恋爱代餐理 排名前三的 正确追星 虚拟情感服务和嗑CP 感觉现在从脱口秀到世界杯 从聚集到天经就没有不能嗑的CP 连离婚夫妻都有人嗑 很多年前一次恋爱没谈过 但婚姻里的酸甜苦辣 从怦然心动到老死不相往来全都明白了 屏幕前单身的小伙伴 有啥代餐可以弹幕安利一波 这种享受单身的快乐 还会是相互传染 北京青年研究上是天乐 不存在还是纯粹就是穷 不是 可不纯粹就是穷 刚才不是他自己有统计数据吗 就是那个什么上海浙江江苏都有钱地方 胜率率是结婚率是最最低倒数的 那边人相对平均比较富吧 不是因为穷啊 嗯 挺 挺挺多的那个 嗯 该怎么说呢 就是他首先不是个经济问题了 我不是跟你说 我旁边那个 那些男生跟我一样 40岁了嘛 不结婚了很多的 家里也都有 有车有房呀 然后 也基本都那个什么什么 挺有钱的 不能说大富吧 可能小富 既然都可以 都不 都不结婚 就是 真的是被逼的 受不了了 最后通牒 结十几次 然后说什么要结是吧 因为你只讲过一期丁克是吧 有时候可以去听 那期我可能没听 我们提到 单身 那边丁克里面什么观点 群体内部 变成在同众效应 单身的人往往希望靠构建同性来寻找群体认同 说的直白点 你的结婚欲望强不强 有时并不取决于积极 而是你周围结婚的人多不多 单身和结婚都是容易跟风的 留在老家里周围的人都成双成对 二胎三胎 时间一场 单身的人就容易觉得自己是异类 哪怕本来不想结婚也要忍不住去相亲了 要是在北上广飘着 身边都是没结婚没恋爱的 朋友圈里也经常能刷到 40岁不婚的快乐 你想象不到 你对单身的态度也会更积极 萌生出我单身我自豪的感觉 屏幕前单身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身边的好朋友们也都是单身 被评论去你add他一下 让他来对你的单身负责 也正是因为单身者 在年轻人中不断发酵 这两年包括宠物一人是 迷你家电单里的单身经济 在中国都迎来了爆发期 目前中国的单身消费产业规模 已经超过了13万亿 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 有42%的单身者 会经常为了解决自己而消费 比如奖励自己一个包包 或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比例要远远高于非单身者 毕竟后者还需要顾去伴女和家庭 做单身生意的人爽了 做婚礼生意的人可就惨了 有机会测算过 要是中国的结婚率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加下去 之后10年 每年流入商品房婚庆 婚纱杀罩 黄金首饰和密约旅行的行业的 消费总额都将减少2000亿以上 再往后母婴行业儿童服装 也会因为生育人数的减少 面临冲击 婚纱杀罩和婚庆行业 是受冲击最直接的 2014年之后 中国婚纱罩和婚约行业的市场规模 就开始萎缩了 婚纱摄影行业的规模 6年萎缩了100亿 婚约行业自4年锁水进500亿 不过有个好消息是 因为结婚的人越来越少 婚纱摄影的价格已经在往下跌了 结果属于是单身狗 及结婚的家人们 把婚纱罩的价格给打下来了 67年前 婚恋市场行情好的时候 资本还都想来掺和一笔 经常能看到像复兴系这样的巨头 豪至几十亿做婚纸产业 但是到了2020年 整个行业只完成了4笔融资 很多当年入籍的资本和公司 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2016年 上任公司宁波联合 成立了婚情公司 梁柱婚清 注册金额才6700万 没想到5年亏了8000万 去年眼看着又要亏 公司说啥也不留这个大远种了 发公告说要800万 打股热把这笔资产处理掉 因为年轻人不结婚而感到着急的 可不只有公司和资本 当然还有年轻人的父母 其实事实上这里 如果让我来评论这个问题 就是发表意见 其实这里 这个事情马克思也说过了 马克思不是有资本主义 破坏的一些神圣 什么婚姻 因为婚姻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说婚姻结不结婚 过去那时候也不一样 现在的婚姻不就是一个财产关系吗 然后你现在就说 婚前公正 然后婚后的财产 你也有办法可以处置 对不对 或者是你现在都以什么 门当户对的方式 就是说你结婚肯定是 不吃亏的方式了 就结成某种经济共同体 就是说这个婚姻 过去也不太一样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话 这样比如说 中国大家结婚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不结婚 你应该问的是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要结婚 因为你现在这个结婚 过去的结婚又不是同一个东西了 也不能假设说过去大家结婚 现在大家要结婚 对不对 应该正确理想法是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 婚姻过去不一样了 所以过去要结婚 不代表现在要结婚 那么这些人现在是 为什么要结婚呢 我觉得应该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结婚 那就是因为这个 之前我也听了给你们分析嘛 就说我那个年代了 就大家为什么要结婚 就因为房子嘛 偷偷六个钱包对吧 你才能获得这个公民权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在我那个年代 结婚主要是 主要是 就这个这个动机了 而且现在事实上 法国人也不结婚的 前两天不是我们刷了一个视频 说什么什么法国 什么马上就 就很早之前 法国就婚姻就是 就是两 一夫一妻这种婚姻吧 一男一女 那个已经不是社会主流结构的 法国不是之前 我好多年前看那些戏呢 就他们就合作式婚姻嘛 就说两个人 不想结婚 但是那个 对 法国都是什么非婚姓 就是说婚姻 在资本主义发达 就是现在时代 已经不算是这个什么什么 主流结构了 应该这样说 就是婚姻已经没有那种 就是说什么什么统治 统治的那种什么什么 什么统治利益 什么什么铁东西的 就是简直来说 我现在我们现在说 第一个问题啊 不是说你拿现在的结婚率 跟之前都比较 也没什么可比的 因为婚姻过去 跟现在不太一样对吧 过去这个婚姻是一个 嗯 不只是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社会财政的关系 对吧 对吧 它是一个最好的政治单位 它也是一个 它不是个精英分 它也是个政治单位 对吧 但是家庭已经不是什么 在某些地方不是政治单位 在某些地方还是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辨证的 这个其实也是挺辨证的 就是它以那种 那我应该这样说 那过去的它不是政治单位 它现在变成政治单位了 过去的那种 就比如说一定要结婚的 那个那种想法和观念吧 什么什么 那个那种反而不是一种政治性的 反而是一种 崇高性的 就是超越性的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都一定要结婚了 但是现在结婚 反而是一种 就是政治性行为了 对吧 为了保证你这个 嗯对 过去的 过去就是基本生产的那位 现在其实 现在是政治 现在也是生产了 只不过是它是生产生产力嘛 对吧 过去是家庭是生产 也是在生产生产力了 但是过去的那个生产力本身也是商品嘛 对吧 就是生产生产商品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 现在不结婚很正常呀 对吧 因为你你现在结不结婚 这不是一个 就是说 对 就是根本性的问题了 现在的结不结婚是一个 根据你的各国的这个经济现实状况 可以自由选择的问题 对吧 那肯定你能自由选择 肯定就是很多人就选不结婚了 根据他现实的这个这个状况的问题 对 所有的意思是 我先帮他重新改一遍 他这个他这个标题 那个视频的结构啊 就是不要论证说 为什么不结婚 而且你应该论证 在哪些地区的结婚率高 为什么哪些地区结婚率低 为什么 就是大家选择原因 具体原因是什么 就是到什么年纪就该干什么事 如果现在不结婚 老子就会很悲惨 但是我想这种说法呢 现在已经很难说服年轻人了 不是因为结婚本身不好 而是因为社会的价值多元了 个体价值被看到了 我们间接意识到 生活其实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而孙满汤或截然一身 说走就走或柴米油盐 每一种生活都有它的闪光点 什么是幸福的 本来就不该被定义 我们有权利在同样的年纪 寻找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决定你幸不幸福的 从来不是另一个人 而是要为生活负责的自己 如果你也正在为结婚相亲而纠结 不妨告诉自己 幸福的答案不藏在营销号的文章里 也不映射在过来人的人生经验里 最合适的人生一定要亲自去体验 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用 请给秀才点个赞 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 天天为什么纠结结婚率的问题 帮我提下摄像头 我们今天来聊这个结婚的问题 这是你们将来要面对的人生大事 我先帮几个人打个广告 一个是厦门市 厦门也有这个公益小组的 厦门也有这个公益小组的 而且发起人是一位女魔证人 应该是女魔证人 反正微信上那个显示性别是女 我会不知道是不是女性 公益是压工 你的工字都错了 公益是压工益 招牌 然后在厦门地区 十几年后 他现在也是在招志愿者阶段 然后发饺子 发饺子 厦门我觉得好像很难给你们快递 因为我们今天跟你们一起商量了一下 就比如说昨天那个徐州老哥 我们可以给你快递 但是厦门这个可能很难 因为冷链运输成本比较高 对吧 就是你可能还是在本地采购比较方便 总之我们先商量一个 我们先商量一个 就是统一的办法 就跟你们说 我只是说厦门这个可能不能快递 对啊 厦门吃饺子 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是他的微信 他的微信我发到这个公平名 你们可以加他 然后他 他自己本身是说学设计的 所以他可以小型办法 目前人员 目前是他自己啊 他是女生吧 我不知道 我先跟你说 你们自己包起也可以 那自己包比较费劲 他是个托产学生 然后想找一个带来块包 是女生吗 是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他写的是吗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 然后下门呢 我也发现怎么可以加他 然后还有一个 昨天群里的是这个合肥 合肥已经有7个人了 刚才他在咬什么人了 他已经有7个人了 我帮他发现了 反正他已经有7个人了 我觉得已经人很多了 反正他已经有7个人了 反正他已经有7个人了 和 冰湖 你们可以去连加这个群啊 去连加合肥 然后除了合肥呢 然后他另外一个是这个 南京聚荣 哪里是聚荣啊 他家可以包饺子 他可以他就在建业区 他也是在筹备阶段 大家可以加他 我也在这里打一下 因为这方便你们复制粘贴 这个是219494 6885 从净 重庆 北方是有的呀 北方没有吗 那个西安跟北京有 你们不要着急啊 成都有的 你们不要着急等到时候年后那个 年后那个我们那个网站搞好了 到时候在网站上会帮大家在那个 宣传的 微明自己会帮大家宣传 主要是我们有一个 这个 合作的这个章程 我打错了不好意思 有一个合作的章程 就是 要商量好 然后到时候发出来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要着急啦 不要着急 我们自己都还没找 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都搞好 反正就是说原则上是 等你们这个小组五个人 然后你们这个 稳定的 就是租一个场地 然后注册一个公益组织 然后以后你们这个活动的经费 还有筹款 我们是还有名义 可以选我们的名义 然后这个 经费筹款我们都会负责 我们可以出钱 帮你们筹款 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可以交流 自己交流学习 就是你们派人过来交流 或者我们派人过去都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原则是这样的 但这个原这个事情 具体公布要等年后了 我们自己得想想的 这些事情 不要着急 但是 对这个 活动开展的这个 这个规模跟速度 我觉得是比我想要快的 就是我虽然听骂你们鲁社 但是对还是有些人 比如说任何这种 发起这种活动 让我帮忙宣传的 我都还是蛮尊敬 蛮佩服的 比我 比我 比我密斯章 小布时期要强多了 比我强多了 就是 尊敬你们 可见有天天骂你们也是 对 也是有用的 没有白骂 天天拷打 还是有用的 有点 我填上身上头 哎呀 你觉得我本人好看还是摄像头里的我好看 摄像头里的你好看 差别在哪里 我本人今天也很漂亮 差别在摄像头里的你没有攻击性的我本人比较有攻击性吗 对我 你去找一个那个 张水说本人更温柔 我也觉得我本人更温柔因为我本人现实里面我是不考打的我现实里面来的都是什么什么志愿者 还有我们自己团伙的我都觉得大家很优秀我没什么想说的也没有大家都很优秀啊有几个逼很烦的像那个大厨我天哪是 我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大厨了 因为上周六直播的时候不是说到这个什么不是说到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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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他的什么爱情观什么之类的吗我天这满嘴跑火车一通 没有他说他说他说我挫身我先说他挫他在那高谈阔论支点江山先让我给阻止了我就说我就先给别个人满口 我都把闹了对像整个大厨论论爱我那指点江山 然后后来他那什么对面子上挂不住了 主要是他说的东西我觉得有点令我感到惊讶就是我本来以为有何高论你那天听你周六听了吗 对对对他一直在说一种很旧的很心耐性观就是什么他说什么我特别忠贞对对就是这种我特别忠贞就很自豪说哎呀我这点的美德还真的都是孔夫子留给我的 周六四这种说法我这就是黑人文你在说什么你是在你是在阴阳外气吗 然后后来就是我的意思是我本来是不想跟他讨论这种理论问题的 因为他这个他这个理论水平我也知道他啥理论水平 就是我是不愿意跟他讨论理论问题的而且我确实觉得理论问题不重要 因为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大厨和麦德川比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大厨的 因为大厨说了几句话也深得我心 因为你几天张雪在嘛 然后大厨就说麦德川费劲 就说张雪在你还不是赶紧虚寒虚寒问暖 按钱马后伺候着 然后就动不动看不见人 我说你说的这个倒是跟我就是看法是这个这个相同的 我也天天我说每次麦德川你回家有问题 我说麦德川你为什么回家 你为什么回家 张雪不是在店里面你为什么回家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哈哈那我回来了 然后就说 我就是也很游秀 我说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我这种感觉 然后然后那个 然后你知道我们我们在店里面他们说什么 他们就说张雪跟麦德川没在一起 然后就说了信誓旦旦旦的 我说没有在一起的呀 我随随便没在一起的 然后他们就不敢相信 因为他们同样作为男人 他们不能理解麦德川所说所的 因为张雪真的很漂亮 哈哈哈哈 他们就想说麦德川如果跟张雪在一起 在这边怎么可能就是天天看不见人 把张雪人扔到店里面 他们就觉得不太就是不太可能这种事情 所以他们就是根据这个推测都是一个结论 就他们俩其实没有在一起了 是那个是那个别人瞎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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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说我也不太理解啊 我有时候我要是麦德川 张雪这么漂亮 我比天天恨不得腻腻在这个人的腻一块 对不对 咻咻咻咻咻咻咻 麦德川也不知道天天干嘛 然后我的意思是就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是同意那个同意大厨的 然后大厨就说他那个什么 说他跟那个 然后大厨不是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吗 其实大厨女朋友你们也知道是直播的奶油 我一提ID你们都知道 可是我得等他自己来说 我也不好说 反正就是直播间里面认识了某位女模正人 然后这个 这个大厨就开始整那个什么 就是类似那种什么什么 什么就是你了 然后就 他就是已经开始就是连什么什么 对 什么孩子起什么名都想好了 就类似这种状态 我就说你们两个还没见过面 不要着急 我说你见了面再说 你着什么急啊 你看连婚后财产分配都想好了 没有 他说那是那个女模正人 那个女模正人说 你知道我们两个就是多速度吗 他说我们两个才 然后说聊天聊了几次 咱们认识五天 然后那个女生就说 以后说工资卡以后给我 要跟我结成财政共同体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还美滋滋呢 我说我一直担心问题 我就是跟你说这是有问题的 我说你不觉得这个女生就是有点依恋性人格吗 我说因为她一直在我直播间我知道她 我说她这个女生就是这种就是说很依赖 有点依赖别人 我说这样不行的 我说她还美滋滋就觉得这样很好 然后我们其他人都说你不觉得这样有问题吗 他就不觉得他就肯美了 说哎呀这样挺好的呀 我这个人不管不管这么多的 我觉得这样就是好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我一直是 他说六分钟确定的关系 六小时已经采成问题 类似这种东西 我就说你不觉得这种这个女生 你要就是说 这也是要说她这种想法是有点问题的吗 对吧 就是你得跟她认真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美股投票来了 然后更 我都就给人家了 然后给地方 然后更搞笑的是那个 她说什么 我想想看 她说那个 她说什么什么 我就说我就说 我就说你两个现在话说那么满 我怕这面被退货吗 她就说 那我们两个早就视频过了 等会视频的时候 就是我最醜最醜的时候 我也没钱 人家不嫌弃我 人家不嫌弃我 然后什么之类的 我就说 但是有些东西你视频看不出来 对不对 有些对你视频看不出来 对不对 那万一就是不行 被退货怎么办 我的意思就是你 你不要就是 没有见面 我说你不要 就是说 我就说我就劝你就是冷静一点 你不要一开始就是搞得这么这么好 然后反正总之她就是对信心满满啊 就信誓旦旦 还是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开始 就大厨论赖 就开始在那个 就直过间是直点江山起来了 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些以上的对话 就说什么 啊我这点好东西都是什么孔父子 还真的是孔父子留给我的 然后就开始了啊就是 就是什么什么的 但是我的意思 她一直说的这么多呢 我事实上还是欣赏她的 我事实上还是欣赏她的 就是我没有说过什么 我就觉得说她有爱的行动 也有行动力挺好的呀 就是说我的意思 在这种 就在这个方面 比如说对比大厨麦德川 那我其实还是比较欣赏大厨的这种姿态的 但是呢莫名其妙要跟我聊 爱的理论 然后就不停赞同弹幕说 对你说太对了 那个谈恋爱就是搭伙过日子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 就开始 对进行这种前现代的无意识言说了 就是不知道该里开始那说什么了 然后后来我听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认为她在直播间 对了还是还是有不少这个观众在的 不能让人觉得是 就是我们这公益团体这理论水平 然后就打断她了 我就说 我就打断她了 我就说那个 我就说你不用说这些 我还把拉康抬出来了 我就说那个什么第七七 第八七年头班讲那个什么什么 宴影片 是要宴影片吗 什么的 我说拉康说那个 对前面一群人的讨论 爱的理论 什么爱是什么 勇敢爱是智慧 还是什么一个人被俩人 然后最后只有一个那个政治家 阿尔西里德进来了 表白苏格拉底对吧 我说这个是爱的行动 我说其实你只要有这个 对爱的行动就行了 你不用有什么什么爱的理论 这就够了 然后会影片 OK 然后 然后她就开始说了 你跟我讲的一些 恰恰就是什么什么 关于爱情的理论 什么什么 反正就没面子了 然后就开始找吧 然后也没有再继续对 就说她什么 我就跟你说我心下气 真的是挺温柔的 我也没有再继续说什么 我只是跟你说 就她这个人呢 就这个是她的 这个是她的创伤 就是你看不出来 其实大厨是非常认真学习的一个人 她一边会听这个 背名子的 背名子的那个叫什么 就是讲课一边做笔记 但是她听不懂 我的意思是 所以她就特别讨厌那个理论问题 因为她听不懂 你知不知道 但是她还挺认真的 就是说我不质疑她的 比如说立场 她的信念 还有什么那些东西的 她绝对就是 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坚定 非常那什么的 但是实际上 就是她听不懂 她就会嘴硬 你再多夸她点 我把这个录播发给她 她又要给你包红包了 又要给你包红包了 然后她就是 她听不懂就嘴硬 然后我的意思是 你听不懂就听不懂就这样 对不对也没有人 下两天 下两天 卫名子 来找我 然后那个 我们干嘛呢 人望自己来 都看了周日贤 从电影打了本书嘛 就是那个叫什么 苏共党史什么之类的 连共布 连共布党史是吧 然后卫名子 大概就说了几句 就趁周日贤 不再说了几句 就意思是 对我们这个 对团队中其他人的 这个理论水平 表示这个 这个 失望 对然后就定自责说 是我们这个 对理论我们都做的不好 理论知道我们都做的不好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 就是怎么说呢 主要是 培养这个理论型人才 成本太高了 太浪费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 就确实堪忧 那很可怕 然后他还说 说最近看那个 我说他最好能看 看了跟没看一样 没啥区别 但凡 看了呢 还不如不看 你看了就浪费时间 什么意思你 你没有整个 那个哲学 那个系统观念 你看那东西就是 多了解一些什么 还记不住 我用你说 我自己不知道 啊 你的说了多少次 我自己不知道 需要你反复说吗 就是你们的理论工作 都太差劲了 需要你反复说吗 我又不是不知道 不是你知道 没问题是你每天 你也没有看书 我怎么没有看 我那星期一四就看完了 按照计划 我之前就跟你说 所以你每天得至少两三个小时 你得看 我每天我出门的时候 我在地铁上就在看书 就是两三个小时 你得保证那个学习时间那样 你光看那个没有用的 你光看那个没有用的 最近为什么不发理论 没法发理论视频啊 讲个黑格 黑格就被千人骑万人踩的 对吧 你还敢讲别的吗 那黑格都主意主意 他在讲到哪啊 他还能讲别的吗 对啊 你讲的黑格都讲成这样 你得这样得理答 可能别人得炸锅 我说 逻辑学时期没更新了 我逻辑学也讲了 不是也讲过嘛 讲过一天 讲了几个小时 然后讲讲后来为什么不讲呢 我觉得可以自己看了 没有必要讲了呀 你前面有什么不懂的 因为黑格真的不难 黑格就始终是那个 始终是三板斧嘛 就并不难理解 黑格其实我觉得 黑格属那种 比如说他什么 邏輯学时期 你后面自己完全可以看懂啊 你看不懂的地方 你就百度一下 知乎一下能够看懂 或者听老义讲一讲 非常的简单 有切片吗 你可以去油管 油管上找我的 邏輯学切片 就是 你们 你们同意我这个说法吗 黑格其实并不难 黑格其他方什么都简单多了 你开始看不懂 你导读一下 就是跟着那位名字 会跟着我那个 但我就不知道我没有录过啊 你看几个小时 你就顺了 后面你就完全可以自己看了 这并不难 黑格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 是那个什么什么海德哥尔 什么那些鬼东西 什么德里达 拉康基鬼东西 这些东西比较难 什么齐德克这个东西 黑格其实很简单的 谢灵都比黑格难了 我跟你说 你更不要说什么 我连我都看起来一头雾水的那个 胡塞尔 我真的又吐了 胡塞尔 我都不知道开头开几次了 我现在 就对我个人来说 我评价胡塞尔最难 因为胡塞尔 他那一套东西是自成一套体系的 他跟那个 他就是说 你为什么比如说 为什么观念论这些人不难 因为观念论这些人是同一个 就是他们的术语是 术语表是共用的 胡塞尔天说 我觉得难是可能是那个中意本的 就是我不知道他那个概念 他的概念自己创造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一看到他这个自己创造的东西呢 我就会 去想跟别的术语表去比较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术语表 是不是别人那个术语表的意思 但是不是那个意思 他自己我就看起来 我非常难以理解 我就说他这样说是 这个术语表它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包括包括 就比如说 康德是康德意义上的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黑格意义上的 我就是 看起来就很费劲 就是说 那个观念论你看起来很顺 是大家都聊到同一个意思 然后你就很顺 然后那个 什么胡塞尔 你就想说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是自己创造的这个概念吗 而且看胡塞尔我跟你说 跟看什么很像 跟看那个 弗洛伊德很像 就是说 感觉上有一点道理 但是又感觉上不是那么有道理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跟你说 对我个人来说吧 胡塞尔真的是费劲 其他人都蛮简单的 但海德格尔确实有点难 海德格尔那个巴门尼德 还有海德格尔那个尼采 我最近在看 但是他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 反正海德格尔看起来 是比较有意思吧 我觉得第一有意思的 就是那个奇德克 不用说第二有意思的 其实是海德格尔 然后黑格尔这些就是很无聊的 也很简单的东西了 至于什么什么德勒兹那种东西 真的是 我的评价是以拖待变 就德勒兹 他可能是批精神分心呢 我看那个反俄利普斯吗 我两天看完了 他可能是批精神分心呢 我看了都没懂 XXX分心 有这种感觉 我就觉得 就是说德勒兹批的精神分心 批的是弗洛伊德 那还用你批啊 他没批大康 就是 就整了半天 整了半天 反俄利普斯他还在批弗洛伊德 然后他批的东西是非常 不是这弗洛伊德还用你批吗 我天哪 都啥时候 都挤挤你啊 那个批弗洛伊德呢 就在这一百年前的了 还用你批弗洛伊德 他不懂变证法 他很难受的 就是德勒兹的东西看起来就是说 你看拉康看什么奇色科 看习惯了 你再看德勒兹就直球 就是他还吹扶科 他就扶一下直球 就是说 里面没有任何变证法的 就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就是什么 然后他就 就是说 然后用那种 德勒兹我觉得他 他要丝毫不 对他就是那种解构主的东西 就他不是后解构主 他就是真的是那种解构主的东西 就是 就是活八道基本上 你们自己去看那个反俄地普斯就行了 这个我看过了我可以说了 我之前不敢说 你真的没看过 我之前看过原文了 我真的可以跟你们说 就是以托代变 我可以明确跟你说以托代变 千高原我还没有看过 但我看过之后再来评 再来给你们评 但是那个反俄地普斯 真的是 没法说了已经 然后差异跟重复我还没看 但是想必也是不太行 对了要聊解构的问题 聊解构的问题 聊到大手就顺便调 聊起来这个这个理论的问题 我们说一下哲学入门的书籍吗 主义主义啊 看主义主义都好了呀 差异重复更好是吗 等我看他跟你们说 反正我还没看 每一本书都想读 其实比如说这个什么 反俄地普斯没研讨班 我一般就研讨班二 我就看了几天 两天就看完了呀 这个什么反俄地普斯 也是两天看完了 就是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开一门说 看那么久 问就是在学乐学 问就是谢灵仙 提出 那书不是两小时看完了吗 我天哪 那书还能 那书你还能看个什么什么 大门事念的 我就知道 这书不就几天都看完的事情 门得很快的 好来跟大家聊这个结婚的问题 结婚的问题 嗯 已经被吹相亲了 我们那个有个志愿者 你们视频里见过他 他相亲相了一百次 我就那天问他 我说你真的相了一百次吗 我说别人传说你相了一百次 是夸张说吗 不是真的有一百次 我说一百次都没有合适了吗 我说你为什么当时是什么心态下 可以相一百次啊 他说反正就是 就是他家给他什么婚房也买好了 然后车也买好了 然后就只让他结婚 然后他自己当时也就比较闲 然后也想去 然后他就相了一百次 我说天哪 很夸张 实数 上百次 是吧 反正那天我现在扭了一百次 差不多就是有一百次 就真的很夸张 不是 我不是觉得像一百次蛮夸张的 我是觉得他一百次都没找着 是有点夸张 那怎么一百次都没有合适的呢 那怎么一百次都没有合适呢 而且他长得还蛮好的 我觉得 就是没青红秀的 然后也不讨人厌 然后也不吓头 然后跟他聊天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对了解不多 那个 我就了解不多,我知道杨戬然在直播间,他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杨戬然比较熟 我对他的基本印象 也不下头,也不讨厌,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还挺温柔的,我觉得不至于吧 当时我就问他,为什么100次都没有下头吗 他下头吗?我觉得他不下头吧 总之我不在啊,我跟他不熟,我不知道 呵呵呵 我不知道,反正我感觉是不下头 哎,反正结婚这东西怎么说呢 嗯 我想看我能不能跟你们说 反正我是没有详细过 反正我是没有详细过 我们今天谈的是结婚的问题,跟谈恋爱是两个问题 就是要不要结婚的问题 要不要结婚的问题是一个 因为这个问题跟我 跟我们之前聊的问题,就是谈恋爱的问题 不是很一样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 就是说 是一个财政共同体的问题嘛 就是在 现在这个东亚这个这个情况下对吧 而且事实上我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什么00后 什么 什么90后 已经处于那种 嗯 因为就阶级固化了嘛对吧 比如说成立人就是成立人 然后成立的这个 有钱就有钱 成立的这个 就是成立的穷人 就是成立的穷人 然后 成立的这个外来打工 我就外来打工 对吧 就是他事实上结婚 也不会有什么 就整体来看吧 你从整体来看 他的结婚的就是双方的这个这个阶级地位 一定是匹配的 对吧 就比如说 你90%的婚姻可能是匹配的 这个你们同意吧 这个我事实上我没有什么统计数字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有90%甚至是以上 因为这个倒不是现实的这个什么财产的问题 这个事情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了 就是 积极固化的问题就在于说 他把这个 就是说这个阶级的问题给隐藏起来了 就像我说你在学校里 对不对 你小时候 那个 一个比如说女孩喜欢的是那个班上那个 什么帅的 什么之类的有钱的对吧 家里条件好的 现在呢 他都不会说喜欢人家什么帅 就是说喜欢人家什么有才华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幽默 什么什么 什么身材好会健身 什么的 就 就是 他已经把那些直接财政关系 以那种什么什么 审美的佛号化的形式之类的给 就是说转化了嘛 洗白了嘛简单来说 就更高级了 你已经 这个不能单纯的说是一个什么什么 对 就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了 什么什么 那个 叫什么 就简单来说比如说我小时候有个词 有小时候有个词就是 还那个 那个 买流行的拜金女 捞女捞妹 好像现在还需要有人说女生拜金的对不对 拜金主义其实已经 也比较进化了吧就是他以一种传统的这个 就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就笔试链的方式又往上攀升了 这就爬成了一个就更高级的那个笔试链就是连有钱都不够了有钱 拜金跟捞就是说 已经是笔试链下游的东西了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这个物质 就是某种某种意义上这个这个 现在不会有这种对 现在不会有这种批评了 现在大家觉得这个拜金就是 倒不是说 倒不是说这个 拜金是那个合理的 而是说现在这个 你可以说你不是同喜欢人家的钱吗对吧 我选的就是他的这个人不是他的钱 比如说而且事实上 我们说这个 就算是有那种超越阶级的爱情罗伴也经常拿 被拉出来说对不对 喜欢什么喜欢这个穷小子 但喜欢这个穷小子他们通常会说 那个他虽然穷但是他 比如说很有潜力 比如很有能力很有正事什么的 意思是说他虽然 没有钱但是他具有这个 资产阶级的美德 他具有他只要具有这个资产阶级的美德和认同 他就有这个 那个社会生殖的空间 或者是 或者是超越阶级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有钱对不对 他有这个美德和能力那我可以投资他 所以我们可以也是实现某种什么联姻之类的东西 对就是 我跟他是一种这个投资 投资关系 他身上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美德是连钱都买不到的 资本主义有钱人家里有很多废物对不对 对就是有什么上金星啊 什么什么这些 我这里可以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是我的 也不算是朋友吧 然后但是我知道这个人 但是也不是很熟的 我跟他聊过一次他的婚姻 他有点磨着 这个女生是挺 是个女生的女生挺磨着的 然后我 我靠讲不讲的 还有数 我尽量快讲吧 我就跟你讲了这个 你们就 你们在评一评这个事情 就是 这个女生结婚了一年半 然后他说当时是闪婚的 当时是 半年就结婚了 然后呢 嗯 我就说 我现在有可能没有说 不能说 我为了保护他的隐私起见 就更多细节的东西我不说了 总之就是他挺磨着的 但是他老公丝毫不磨着 我就说那你们这样生活没有矛盾吗 然后他就说 那反正就各个各的呗 然后他就说一开始吵架 现在就是也不吵架了 吵累了就不吵了 我说那他的人生的这个 目标是什么 首先他认为他们俩算是某种跨越阶级的爱情 因为他是一个 他们家至少有个家里面 然后现在这个男生跟他是住在他们家的房子里的 但是他爸的房子 这个女生的爸的房子 然后这个女生的爸爸呢 就是说年纪比较大 他当时就说 我说那你为什么当时这么快跟那个男生结婚 他说因为他那个 就是 一个人照顾他爸爸年纪比较大嘛 他说一个人照顾他爸爸 然后觉得就是 哎 想找个依靠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跟这个男生 当时这个男生觉得很不错 然后他家他是个无产阶级 然后他就那个 对 反正anyway 有 当然个人偶然性了 应该还能说 里面也不是他说的原因 肯定有什么其他的 原因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 那偶然的原因 什么创伤啊 什么疫情之类的 反正总之anyway 就跟他结了 然后结了之后呢 他说 我就说那你会跟他聊某种话题吗 他说会聊 但是 他就说他每次评价他老公 他就说他就 但是他就是纯纯日子人 就是说你跟他聊这些 他就会说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真的是这种人 就跟我有什么关系 然后他就我说那他人生想干嘛 他说他现在人生目标就是在 赚钱再买一套房 我说你们现在不是有一套房了吗 而且还是学区房 我说你们再买也不能买这些学区房吧 那么贵 他就说 对啊 他说 那个 他老公的 就是 朋友 就是说 亲戚 他什么同乡之类的 全是就是当年投机 投机老板 就是 本来是商镇 户口来到城市里 赚钱买了房子 然后他就一想 就类似就证明自己 就你能明白这个 这个 这个道理吗 就是说这个男的 他实际上买这个 他们其实也不缺房 对吧 只是他认可这套那个什么中产 那个什么价值观 所以就说 事实上是 过版本对呀 所以事实上就是说他想找一个无产阶级的 但是结果没想到没找到无产阶级 找了一个这个 就是没有形成阶级认同的 就是一个城市 对不叫城市小龙 就类似的吧 反正就是你说城市小龙 反正就是说 叫什么呢 反正就是有人是很多的嘛 然后 我跟你说 他们两个现在这个 日子还过得下去为什么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两天日子过得下去 就是因为你还有话语权 因为你那个 这套房子还是你爸的 还是雪区房 我说他不好说你什么 你模仑了他就跟你说 两个看法不一样 就算了 我说你要是再没有话语权 再住着他的房子 挣得他没太多 我说你可等着吧 等着这个PUA吧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 我就说那你现在不后悔吗 他说 我靠他真的有点后悔 然后我就说你怎么办 我说你当时就是 你当时就是太那个 就是太草率了 我说你怎么可能就是 我觉得就是结婚 嗯 结婚就比如说认识 认识多少时间结婚了 半年就结婚 还是几个月结婚了 我觉得那倒不是问题 我问我前夫也是认识两周就结婚了 这个倒不是问题 我的意思是 你那么长时间 你也不太看得清这个人吗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吗 不是我第一次就这个女模证 他自己其实也不够模证了 他也有问题 所以他可能也是 我跟你说这种人也很多的 就是 之前我们连麦 或者是我了解这种模证人 跟那个 对 cosplay 因为他自己也在cosplay 就事实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他自己也就是 把这个事情 比如说 他觉得 他是个无产阶级 他虽然有点日子 但是他可以 就是说 帮助他 克服他的 他的日子性 这就是他的实践了 他就是把这个东西 当成他的实践了 他觉得这就是 他模证的证明 他自己也不 他自己也不模证 所以他能 他能就是 就跟他结婚 然后结果现在就是 这个事情就很难办 当然他是觉得说这个代价付得起吧 那实在不行就 就离婚呗 但是这个实在不行就离婚 这个代价付得起吗 我觉得付不起 我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 就是简单来说 他过去对待他这个人生 对待这些 对这些 时间 某种问题 他自己还是 不够严肃 他既然他不觉得这个 他的实践包括他的婚姻 他的人生 都是他的实践 他当然可以离呀 他当然可以离呀 离我也不是说财产上的 学期方不要分他爸的房子 都不是他的房子 也不用 但是肯定是不用分 我只是跟 我只是跟你说 这个 啊 你们觉得 你们竟然觉得 离婚代价就是那点财产的代价吗 当然不是 哪有你们想那么简单啊 哪有你们想那么简单啊 就是只要你 比如说什么什么 什么财产没问题 你就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哪有这么简单啊 你们 你们是真的不把人当人 我感觉 是啥都在问是啥 我的天哪 能能用这个 能用这个财产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最 那就是最容易解决解决的问题了 我现在都没有说那些什么什么工作啊什么什么什么生活的那些东西 而是你 你经过这一次 这种 这种失败之后就说 嗯 怎么说呢 我这么说好了 我这么说好了 我给你们讲一下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魏明子的例子吗 他跟他那个 前前期怎么离婚的对不对 那很多细节我也不能给你们讲 总之 总之他跟他前前期怎么离婚的 就是他一开始就说他这个人要那个那什么对吧 要从事高位职业 要从事这个这个社会实践对不对 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能 弥补这个离婚这个创上这个 这个 就是 就是把他从一种诅咒 变成一种 一种选择 就是去掉这个西西福斯的这个这个 诅咒的方法 其实只有这一种 就是只有把他变成自己的选择 就简单来说如果这个女生 他不是他始终停留在这个cosplay的 或者这种 虚假的实践的虚假的这个这个批判的虚假的反思的这种 这种资产之类的爱情什么什么游戏什么这些东西 就他只要停留在这里的话 这个 就是说 即便是离婚对他说 跟他在婚姻中的状态也没有什么区别 就除非他说这是我的选择 就说 我跟你离婚并不是因为这个人不行 而是 而是这种换任何人 这种中产式的婚姻对我来说都不行 你明白我说了吗 就是今天那个 我说我批判那个陶老师说那个王舟峰的问题 就不是说什么样的婚姻是可以的 而是什么样的婚姻都是不行的 除非他这种解放性进步性的 但是 如果是到这个程度你还需要婚姻吗 你也不需要婚姻 就你仍然需要婚姻了 但是需要的只是婚姻的形式 而不是婚姻的任何内容 就你 你想要他们的结婚 那是 就你的你的婚姻 能不能继续 那也能不能继续 你要付出什么代价 跟你这个对方也没什么关系 就是只要你自己能想明白这个问题 只要你自己 只要你自己能做出这种选择 你结婚姻的其实都无所谓的 你要结吗 遇到合适的结了 遇到合适的不想结就不结了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跟离婚代价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给你们指出这个问题吗 就是说 他这样的婚姻 就是因为他对这些问题开始缺乏这个这个严肃性 并不是说离婚的代价 而是说他这个 这个一切都是结婚的代价 你以为结婚是逃避了某种东西 但其实你结婚是并不是逃避了某种东西 结婚是 更加增加了这个沉默成本 你结婚其实是奔向你逃避的东西 所以与其说是这个离婚的代价 我就跟你说这个就是结婚的代价 其实 所以说重点还是你自己人生做出什么选择 做这个选择之后 那结婚离婚 其实都 都无所谓的 但是你不做出这个选择 你觉得你可以依靠什么什么 我们结婚拖延这些危机的到来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 结婚就是这个危机吗 你并没有脱离任何的危机 也并没有脱离任何的危机 很多女生 男生的女生会不一样的 很多女生会把这个结婚当成是这个 会把结婚或者是当母亲 当成是这个 一种逃避的方式 对吧 但是事实上我就说这个这个结婚 跟当母亲 就是这个危机本身 就是你要逃避的那个东西 男生倒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了 就男生跟女生结婚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男生 为什么 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相亲这个事情 我就是说 男生就是说 他结婚跟女生不一样 但女生也会被被催婚了 我想看 在这个意义上 其实男生跟女生都是被绑架的 嗯 但是 男生 更被绑架 更加尤其被绑架 是因为男生这个 你结不了婚 你都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对不对 你自己又受不了这个 philus的折磨啊 别人都 那个成家立业了 有丑有房了 我连个女朋友他妈都没有 对吧 家里人的催逼是 是这个这个刺咬的 撞着自己心里那一关过不去的 不结婚孤独吧 刚才不是跟你说结婚跟谈恋两回事吗 你不结婚你可以谈恋爱呀 你孤独谈恋爱就得了 你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结婚 才能摆脱孤独吗 而且 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觉得 比较有 有趣的地方是 你为什么会觉得 结婚就不孤独了 你遇到那个人 像我给你举那个例子 他跟他的结婚对象 是那样的 一个对象 你不觉得更孤独吗 你不觉得还不如不结吗 你为什么要不离婚 说的这么简单呀 那你为什么要不得吗 就要不过 你什么事情了 你为什么要用 这一副 我还是问你 他有个人 那我 就要 什么 这一副 我 你 性的问题怎么解决 性的问题怎么解决 你指什么 谈恋爱你可以 你还可以约会 我跟你们说是我个人体会 我个人体会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肯定是没有心焦虑 对不对 我跟你们不一样 就比如说你们是 就硬劝自己 说哎呀 露室也挺好呀 因为你们可能 而且你们的水平 你没找到特别漂亮 对不对 就是那种资本主义 审美鄙视链上的 顶尖那些女性 就比如我这种 就绝对不会跟你们 发生性外 一些性行为的 对不对 就你们是 你们觉得我姑娘挺好 可能是一种 吃不到就葡萄吃葡萄酸 以及一种自我安慰 但是事实上呢 我不存在这种压抑 也不存在这种焦虑 我想找谁都找得到 对不对 就只要我 只要我愿意 我不跟他们说 什么魔忠话 那我也不像 你听没张口比 和他们魔忠 我现实也不说什么魔忠话 就是我只要是 愿意这个这个 对就听他嗶嗶几句 愿意就说 跟他说 就对付对付 我基本上 就是什么样 我都找得到 但是呢 就我自己的体验 下来跟你们说 就是 就是说 比如说 你以单纯的 这个 就是 我再怎么说 也从来没有单纯的 这个东西 再跟你说 从来没有单纯的 比如说 你认为 你只是有什么 生理需求 然后你觉得 生理需求是需要解决的 这个事情 只是个单纯的 生理的需求 然后你 你以这个事情 为目的 然后你去跟别人 我第一次 从他从来不是 单纯的一个生理需求 你跟别人 就是约会 这里面就是 已经是有问题了 这就不是一个什么 这不就是单纯的 生理问题 肯定是你自己 这个 我不敢说 思想滑坡了吧 但是肯定是 某种增状了 首先就没有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单纯的 这个这个什么什么 什么生理需求了 其次 就是说 那种事情 就再摔 再好看 能体验过了 你现在没体验吗 你就老觉得 那东西特别好 就是长得特别漂亮的 那个体验 特别好 我跟你说 其实也没那么好 因为我听着 看着我自己的这副 对你们 你们梦梦已成的楼梯 我就跟你说实话 也没那么好 就是那个事 体验完之后呢 就是你在那个 闲者时刻的时候 你就会在想 哎呀 还不如用用五姑娘 真的是这种想法 真的 真的是这种想法 就是 犯不着 犯不着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们说这个 比如说 那个 就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 单纯的 什么性的问题 什么需求的问题 我跟你说 也不是这个问题 无聊就是 无聊就是因为 你跟对方是 你的目的 就比如说 我这是一个 单纯的性的问题 但是问题 我们也知道 性关系并不存在 并不存在 单纯性的问题 所以说 你是以单纯性的问题 才跟别人去约会 完成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已经 索然无畏了 因为这个事情 注定是达不到 他的目的 对不对 总之这里 我们可以就可以理解 今天分析中 我们刚才所讨论的 这个什么 单纯的性的问题 什么约会 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什么 羊具享乐 对不对 Ruysons of fellas 原具 就是羊具享乐 但是女性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女性用的是什么 是大他者的享乐 对不对 Ruysons of the other 但是 就是说你们那种 自卫的方式 自卫的方式 仍然是一种羊具享乐 我应该这样说 就是你们觉得说 比如说 我 我Ru一发 然后我Ru一发 跟我出去约会 这个事情更想说 但是我给你们指出 你Ru一发 跟那个Ruysons 和发的是同一个意思 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始终是 以这种方式 去获得一种 嗯 获得一种享乐 那个享乐 是会是想让你想要更多 但是并不让你满足的一种享乐 就简单来说 嗯 某种意义上 我也是劝大家介路 我也是劝大家介路 就是说 当你觉得 你需要一个生理需求 然后你 比如说 我这么说好了 如果你每天都要录 或者是两天都要录一次玩 什么五六天 我说五六天 我可能就不会苛责你 如果你两三天就要录一次玩 我跟你说 你的生活一定是出了问题的 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兴趣 就还是你思想滑坡 如果你 对你做的事情 每天 就是说 真的是 有严肃的 比如说认真学习 或者你的爱遇 不是那么 那么匮乏的话 或者是你不是那种 进入到那种资本主义的 欲望再生产的话 就一星期两 我不好说啊 这个还是要看你的 本人的状态 但是说实话 你自己难道 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知道这个问题吗 就是 我这个没办法跟你们讲一个 就是说具体的量 那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你觉得自己录多少 肯定就是你生活的问题 不是你兴趣就很幼盛 自己想想看这个问题 也不一定是女体崇拜了 也不一定是女体崇拜了 因为本直播间的这个这个 本直播间的这个这个状况呢 跟一般的就是外人状况不一样 如果我是在跟一般的 就是外面的那些 就非魔证人 日子人什么说话 他们为什么听一路股 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 想这个资本主义比比大小 或者是一群主摄 比不了大小 然后就这个 然后对 就是自如什么什么 那么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本直播间的这个这个 路管我认为都是义正式的 这个东西我也想跟你们说 对吧 就是你们在我看来 不是那种强迫正式的 就是大部分其实是义正式的 就是说 你路管不是为了 运劳再生产 你路管是为了把自己变成一个 受害者 就你路管的意思是 你路管是想给the other看 说你看我多可怜 我只能路设了 我只能路管 做任务 对 就这一 我也不能叫做任务 做任务是有倒错似的 就是 我觉得你们是以这种方式 来进行想乐的 对之为了 遗谋 就是说 你看 我没有一个充盈的性生活 这个事情 我是个 我是个受害者 我是一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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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交流 处于一个性 性 性交流 的状态 这一切都是社会的错 其实这个并不是社会的错 哈哈哈 每个人不一样了 或者是讲义正式是这种 但是那个强迫正式是另外一种 所以就是 就是不管怎么样吧 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 对 对 因为那种充盈的性想乐就是不存 我们 你在这种时刻 就是你这种性压抑 性交流时刻 你想想看 其实可能有话 ready to suffer 对不对 因为你们还是在幻想着一个原妇 这个原妇它是它是拥有所有的快感的 对吧 然后你你没有这个快感 所以你是个受害者 所以你们幻想着一种爱欲 就是享乐的充分的状态 那个状态就是这个御王在生产的 就维持自己在生产的那个动力的企业 就是你不要去 在想着 就也就是不要在想吧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要穿越这个幻想才行 都说那个那个东西很好 但是我的这个东西被剥夺了 强迫正式被剥夺是被父亲剥夺了 异正式被剥夺是 被剥夺是我不配有这个东西 我不配有这个东西 就以这种受害者的方式去挑衅这个主人 傲娇的方式 总之我的意思是都是这个御王是为了实现自己在生产的增壮了 嗯不妨这么说好了 就是人的这个身体性的问题 就比如说这个鲁管的问题 这个性能活的问题 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你如何管理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性的欲望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呢 嗯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那种方式 当然我一开始我一开始这样说的 我就说你自己跟就是发生那种约会 太不如鲁管了对不对 当然是是的 但是如果你与其自己鲁管 你还不如去找一个女生 嗯就跟他聊聊天 聊聊摩中话 就一起进行一些严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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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跟思考 也不一定是要找女生啊 就性格也不要卡死找朋友什么之类的 对吧 就是就是你你不如去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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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不够磨症怎么办 都一起学习呗 就是也不要绝的观点啊 拿出行动呗 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去发饺子 比这些发的多不就完事了 你要是没发你凭什么绝对不够磨症 大家都是嘴炮选手 只不过你口号喊得更响罢了 我们的输出了可以看一下动态 好的又发动态了 好了不要只想吃光下锅去 我们今天要加 好 好 重大 我发动态了,劳动法识导手册,你们快去下载一下 其实我都还没看,给我名看一下 这老哥不转发,我们还没搞完的,当然会转的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劳动法咨询定到我们那个网站上面去 等我转发一下,直接转发 然后,我再跟你们聊一个事情,我就下班了 我刚才聊到这个,聊哪呢?奖励自己的问题 就是奖励自己只是一个,就是问题的,它已经是一个问题的答案了 它不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所以当你这样奖励自己,你要做的不是不奖励自己 也不是以不奖励自己为目的去组织你的生活,如果能不奖励自己 这是完全是反过来的 你愿意如何不奖励自己去组织你,去安排你的生活 你越是想奖励自己 就是这种生活,就是你想要奖励自己的原因 所以事实上,这个问题完全不重要 或者我这么说好了,大部分人就谈恋爱,对不对? 就是你们都觉得自己 比如说,这个话我一直跟你们说 就是好女儿怕赖汗磨 就事实上是这样的,就是你们不会磨 你们老说舔到最后一五岁,其实事实上你们没舔 或者是你们觉得自己在舔,但你们事实上并没有在舔 你们有舔着自我感动 比如说,你觉得说,我爱他,我就需要给他自由 我就要尊重他,我就要成全他 其实只是你自己想要退路而已 就是简单来说,我这么跟你们说好了 说我有一个我的事情 我当时是我那个前夫 然后,我们有一天公司聚餐 然后,因为我跟我公司的那个同事什么的都是那个好朋友嘛 然后,我就带他去了 然后,其实他们也很好奇 因为当时我在谈恋爱嘛,而且据说要结婚了 他们就觉得很好奇 就是他们想说,我会跟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 而且很突然嘛,不是跟你说认识两周就要结婚了吗 然后他们就,他们就非常之好奇 然后,结果那天去吃饭那天我有点胃不太舒服 然后他们就劝我喝酒 但是他们劝我喝酒呢,不是那种 就是说那种,那种什么酒桌文化 因为我们都很熟,就是朋友 他们就是说 就是说那个 嗯,怎么说呢 就是说那种劝酒还不是那种完全的就是工作上的 可能就是朋友在一块儿 然后劝一劝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我有点不愿意喝 因为我胃不太舒服 那这我有点就是胃溃疡什么的 然后 然后后来呢 就是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这时候呢 我前夫人又很难办 你知道吧 因为他就觉得说 一看完一看我又很为难 然后 然后 他又就是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开始在底下 就是阴阳怪气 就比如说 九州上也有领导嘛 其实那几个领导也是我朋友的 但是他跟他们不熟嘛 然后他就在底下阴阳怪气 就只要那个领导 就是 说个什么东西 说个点菜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点阴阳怪气 就是啊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那样那样 然后 每当领导在上面说什么 他就在点说别的话题 然后 每当他开始劝酒 他在这个底下就开始 就是大 真大真大 然后就声音越来大声音越来大声音越来大声音越来越大 然后 那个场面这一度就是 非常之尴尬 因为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嘛 就比如说其他人问我这个又很熟 他们就只能装听不见你知道吧 就装听不见 因为他们又不敢 就是说 我 我毕竟也是公司领导 我毕竟也是 也是公司领导 然后 就是说 他们也不敢说话 然后整个场面就很非常的尬 就尬住了 对 然后后来过了差不多这个这个十几分钟 然后我终于说 我说我胃不舒服 我先回去了 告辞先回去了 然后他们就如释重负 说啊你可以回去休息吧 就如释重负 然后那个我就跟他走了 然后结果 后来 然后我其实那两周之后 我就不在那家公司了 我就真的就是结婚了就走了 我不说话 我说什么 他一样外刺嘛 就是说 就不对味儿 但是你说他你也抓不到证据这种感觉 然后后来呢 那个我就走了 然后我同事后来跟我说 他们就说啊 他们终于能理解我 为什么会跟这个男人结婚呢 他们就说 说他虽然脾气很差 但是是真的对我很好 嗯 他们就这样的下解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是 我很佩服他 就是说 这么尴尬的情况 他竟然也能想出一个 想出一个办法来 然后他自己 对就是他自己 他法拉斯并没有矮 然后 然后事实上他也就是说 他也是给我的一个选择权 让我去做出这个选择 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 就是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是跟你们说 那个那个 就是对女生 你们要怎么做了 就虽然你这样做 很冒犯别人 对不对 比如说我公司那些 同事都觉得被他冒犯 那同事他们也尊敬他 因为他们 他们也会社人处理一下 如果是自己女朋友 在被那个别人劝酒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办 对吧 而且有时候还是熟人 也不是说这种 就纯粹那种 就是说什么什么 什么酒 就虽然他们都被冒犯了 觉得自己一样 怪一眼怪刺 然后那个 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们也会佩服他 也会尊敬他 但我第一次我也会尊敬他 只不过是角度不一样 他们会觉得他对我好 那我是觉得说 就是那种情况 他能做出这个 我也会尊敬他 我觉得也不是脸皮的问题 是你在那种时候 你要会做出这个 这个正确的 正确的行动了 嗯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 我就说 那我要是那个 就 不说我说肺疼了 我要走 你后来会怎么办 他就说我 我还能在人视频中 我就要先多走 他为啥不能直接说我胃疼 那他不就下头难了吗 就是他的意思是 他要给我自己做这个选择的机会吗 我觉得如果比如说 我选择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这都是我的同事 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什么之类的 他觉得如果我要这样说的话 那我这个人也不是 就是他会选择的人 对吧 我觉得他也会给我一个 做选择的这个 这个这个权利 我跟你们说 嗯 你们有时候那种 就比如说你觉得你舔了 或者是你觉得你付出了 你你想想看 其实你是 你是不愿意放弃自己其他想的 这个自己留退路了 就是你们其实并没有舔什么 一并没有一并没有付出什么 为什么离了 嗯 其实也没有离 只是换另外一种形式 我们俩现在关系也蛮好的 就是也没有离了 只是不在一起住了 嗯 因为就是那种 就是就是中产阶级婚姻的定义 已经不适合我们的那种关系了 行了 我那个下播了 明天见啊明天见 哎呀 下播了明天见明天见